今天來跟各位談這個車速的規復 在車禍裡面啊 我們常被問到 車速大概 說他唯一幾乎啦 這是一個客觀數量會增值的標定 其他別的不太會 沒像這個這麼普遍啊 說三不五十就是要龍 欸他開很快 對對對 人家開很快這件事我早上已經聽了五六次了 因為早上我們剛開會看了 十七還是十九個車禍 太多都多到會忘記 那個都沒有必要把它記起來 那這樣都是怪別人騎太快開太快 對不對 你們有去出車禍就知道了 那最詭異的是這種 這真的啊 這真的啊 今天有準備一個例子 不過那有熱熱燈 我剛才已經打在電腦桌面了 等一下要秀出來 通常是這個有紅綠燈 然後呢他們撞了 這種這種我們都覺得事故很簡單啊 很簡單是在於現在你有錄影啊 你有看到啊 對不對 你如果沒有看到才沒那麼簡單呢 因為大家束手無策 連神仙也沒打 為什麼 因為誰炒紅燈 誰知道誰炒紅燈 我還沒畫是誰啊 對方 你對一半了 真的他對一半了 誰炒紅燈 通常就是死掉那個炒紅燈 那不是true 那是說法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不說話 那活的人也說 我炒燈啊 我炒燈 OK 你炒燈好 那這樣我們開會的時候 旁邊就 常常是交通隊長嘛 就順便 欸 對方 你那紅炒燈派啊 你都不能燙一燙 為什麼 兩個都說炒燈啊 對齁 但是人海兩邊都說他綠燈 因為他都說別人炒紅燈啊 他不是炒燈壞了嗎 所以我們就把旁邊的隊長順便幫他掛一次啊 這裡 你炒燈壞了 不是啊 一定有炒紅燈啊 那因為死掉人不講 所以 所以通常你聽到的啦 我不是說真實的 聽到的就是 往生那個炒紅燈啊 那你會說 沒有啊 很多車禍啊 不會啊 那個活著的人也會說 他 他沒看到 通常他都講 我沒看到或沒注意 我當這樣 很少很少的時候 我就紅燈把他殺過去 很少啦 真的很少啦 他寧可說 我沒注意看啊 往後 我不記得了 當時匆忙 一般我碰到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因為我們 我們抽樣不完整 就是我看到的 我們在看車禍人看到的啊 他們兩個出車禍啊 如果他闖紅燈 他沒掛掉 他都承認的 那他們已經聊了 他還會來問我們嗎 聽懂嗎 所以我們抽樣是不完整啊 因為 我們 我們會看到就是那些有真實的嘛 所以不太準 可是我們反應的 我們說了 是真的啊 懂嗎 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都會這樣 所以常常放在這樣 那甚至他們已經筆定了 沒有關係 我阿丁 我闖紅燈 然後 然後路口也被錄到了 哇 好 他們兩個就在砰 這邊撞了 這邊撞了 打叉叉就碰個臉 然後通常這個掛了嘛 騎摩托車的 開車都不會啊 那下一步是什麼 他已經 爆銷了 我們也有錄到 他從頭燈 嗯 好 他就說我綠燈過去了 他就出來 我動不了啊 來不及啊 通常是這兩個答案 第三個叫做 我沒看 懂嗎 很多是食物有在做就知道啊 來不及撞不住 我沒看 前三名 碰 反正他已經A1過了 你猜下一輪是什麼事 這是今天的主題啊 這邊的律師就 啪 咬著一直 這個太快了 太太快了啦 他如果不開這麼快 我的當事人那個兒子不會 第一不會被撞 第二也不會這麼慘 有沒有道理 欸開始有道理 有一點道理 從邏輯上來看 對啊 你如果開慢一點 他闖紅燈 對啦 闖紅燈 哇他兩千七喔 多少 你慢一點也不會撞到他啊 對不對 你慢一點撞到他的時候 他也不會 那麼嚴重 就掛啦 maybe就受傷 兩個禮拜一個月就回家啦 不會說永遠不回家 可是這又是回到什麼 你知道 回到 我們在看案子的時候 因為我 我們手裡來的都是法院來的 沒有一件事私人 沒有閒工夫 我們交到沒有閒工夫 幫個人看車後 而且never 因為它太複雜了 有點在做生意 你會面對客戶 Client 那個壓力不一樣啊 我們是比較懶惰 所以我們也承擔哪一種 我們希望站在局外的角度 來幫這個社會解決問題啊 所以就要幫法院跟檢察署看車後 我們不直接幫當事人 所以你想想看 在檢察署跟法院裡面 他們就會咬著這個針啊 那你想你是檢察官 你是法官 不要裝 你就碰到那件事啊 欸 它開那麼快啊 這逼開那麼快啊 對啊 因為你既定它綠燈不起訴的時候 你裡面要這個要琢磨 各位知道齁 你不琢磨一定高檢署 啾 然後就退回來在意啊 那你如果在法院裡面的上一層的高院就 啾 拿回來啊 有嗎 叫你 叫你再審一次 會這樣啊 所以 我們就有這個機會 常常 會被問啊 這個是多快 但這其中一個case 別人還有 別人還有 那用了最多的啊 各位可能一來之前就會稍微知道了 這是用煞車啊 對不對 用煞車 那個是當然是最大的主角 可是科技有一點點小小的變化 ABS越來越多啊 對不對 各位有在看案子吧 來處理case啊 對不對 你公司裡面的啦 或者是 或者是你租屋上 我們要公務人員 直接你會來同的 才覺得很鎖的 對不對 你看從車禍裡面 現在怎麼 地上都找不到那條 Shit 變了運動case是這樣 這是個趨勢 以前通常要比較高等級 價格比較高的車子 才會有這個 裝ABS 那現在 那個標配的等級已經不用那麼高了 已經下到快要人間來 沒有ABS的 可能是算少數了吧 因為普遍的話之後 它的價格也沒有很高嘛 一般民眾會覺得 多一點點錢買個平安的啊 對吧 買個平安的啊 當然去買車的人 比較少人會說 你這個掛ABS多幾塊啊 不會啦 很少人這樣 都知道 民眾搞不太清楚 不會 我們也不會 我們只會覺得有啊 OK 沒有 你敢買就買 就這樣而已 比較不會說 外交買一個什麼 ABS那種東西啊 不會 所以在算車數裡面 我剛才用個詞啊給各位啊 客觀數量化 兩個含例啊 一個它是客觀 客觀是什麼意思啊各位 客觀就是 不是隨便那個說的人說了而已啊 那叫主觀啊 懂嗎 我覺得這個椅子 哇這錠很好的 有夠好 那是我覺得 那是主觀啊 要你們 大家也都同意才是啊 知道啊 客觀就是 放在那裡 大家看說 哇這都漂亮喔 每個人過去都說 這漂亮喔 那就客觀這個 車數裡面是可以算 因為它後面都有物理的原理 不是用猜的啊 只是看在什麼狀況下 用什麼原理 用什麼機器都可以量啊 但我們是因為出車禍了 我們要去估算 而不是去量 來 那今天要看的是車速啊 我們的興趣的重點是 車速 所以第一個先來 定義車速 速度是什麼 懂不懂 然後 有小小一段 來看一下煞車系統 因為我們算速度 極大部分是因為煞車減速度 然後事故 然後天子 然後在底下 還會延伸很多 不是這個煞車的 因為我們算車速 現代人來看 不只是煞車的 不只啦 主要當然是來自於影像 那最後有幾個例子啊 我們可以來玩一玩 中間你有空 或者是下課的時候就可以看了 我們有四個題 可以去玩一玩 那不會很難 你如果學過的時候啊 大約就有個數字了 而且如果是碰到 碰到同行啊 它真的是客觀的 數量化證據 因為理論上算起來要 我不要說一樣 差不多 懂嗎 八條不離死 因為我們假定的條件 會有小小的變異 不過那題目出給你的時候 就已經命 命定那個 參數條件的 所以每個人 碰到同樣那樣的形狀 就差不多 你如果把它 限制 假定的條件放進去啊 一樣 照理要一樣 不然就完了 這樣子才可以稱為科學 知道嗎 這樣才稱為科學 不然人家把你 看數啦 唉 每個人講都不要 隨便說 那就完了 你一個行業 如果是這樣就不夠科學了 社會地位就會很差 然後你的酬勞就會很低啊 就是薪水高不起來 會有這個現象 你要把它專業化 所以我們來看速度 什麼是速度 速度指的是 單位時間內移動的距離 我們不要把它確定說 什麼車子車子 什麼速度 速度就是有東西在跑嘛 對不對 它跑多快啊 它移多快啊 它飛多快啊 它滾多快啊 whatever 就叫移動 所以 所以你看它的單位啊 它的單位就會這樣 每秒幾公尺 每小時幾公里 那或者是音字的 每秒幾尺啊 每小時幾英里 這是很常用的 那因為我們速限 速限我們都是用小十公里 所以後面 演算出來的式子啊 都轉化為這樣 這樣比較容易 往正那些參數最後 咕嚕咕嚕嚕弄一弄啊 變成一個整合的數字啊 那你直接算出來答案就好了 其實這兩個差3.6啦 沒什麼偉大的事啊 但是 對這個行業的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算 那我們如果假定啊 出了車後之後 車子會停止 那它往前就是有速度喔 越前面 理論上越快 因為中間慢慢減速到0 是來自於它做了這個 煞車這件事 煞車這件事 在物理裡面叫做 減速 所以是一個減速度 那平常我們都說加速度多少加速度 它是一個負的加速度 減速度其實是那個A那個值啊 減速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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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理裡面是一樣的 一個負的東西就像做減吧 負的加速度 那這個動作呢 就是來自於煞車 你一煞車它就會這樣 車子把它煞車啊 所以你下來就要來看 煞車是在做什麼 我車子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安全機制喔 別的都可以不要有 都還沒這麼可怕啊 你沒得煞車 哇你怎麼做 你不敢開了啦 你這樣不用我怎麼做啊 對不對 沒有煞車的車 不用開了啦 不可能的事情 誰也不敢開 所以是你想像小時候那個 我們的小時候 現在的小孩都要不玩那種 有一部車給你坐 可是呢 就是像那個 Stone Edge 那個十七時代那個漫畫一樣 是靠腳在弄 坐在車裡 其實是腳在弄 對嘛 你看那叫十七時代的人 我們小時候的車還會長 那已經很高興了 那這為什麼可以開 因為那種快不了 就是你在走路所以你停得住 那其他的車子都不寫 不寫不寫 小孩玩具目前還有少部分 那不用煞車 因為他用腳去煞車跑不快 不然的話沒有煞車我們是不敢用的喔 它很重要的一個安全機制啊 讓你減慢 減慢是讓你時間 可以做晚夜 最終是讓你禁止 不去碰不該碰的東西 因為一碰東西就叫Crash 車禍叫Crash 所以你看那個賓寺的車啊 叫做Uncrashable Poica 車禍是這個字喔 不是X的 其實加拿大英國他會這樣寫 他把它畫一條槓 欸 寫這個字 因為車禍 絕大部分不是意外 是可防止的 所以我們只能用字來表達說 喔 這樣叫Crash 蹦啦 碰啦 好嗎 碰了之後就叫車禍 所以你希望能夠停住 是希望不會去撞到你不想碰的東西啊 這叫Crash 對吧 對吧 你每一次踩煞車是不是這樣 就為了這個事而已啊 哇 你想像看 如果你不去踩煞車 如果你踩煞車這樣的一個動作失敗 那結果就是Crash啊 所以我們在做安全裡面甚至還有一個TCT Traffic Conflict Technique 1997級的 怎麼樣量度一個路口為不危險 我們去看他衝突量有多少 每一萬戶車啊 在這裡經過他的衝突量有多少 越多這個地方會危險 因為所謂衝突就是 哎呀 往下來 演化就會出車禍了 所以衝突是 我在開他左轉 喔 是衝突 所以我會 踩煞車 我如果不踩煞車就砰 那弄了 這樣知道齁 前面有人在踩煞車 我來了呢 我要跟著踩煞車 我不煞車就弄了 各位想這件事喔 有一個路口這樣我們來算那煞車 踩煞車燈亮啊 機會啊 一萬部車子過去 譬如說有780 然後另外那個路口啊 一樣這樣算 一萬部車進出 你去看只有六十幾個 哪一個容易出車後 這一個啦 這這一個 這 很有趣喔 然後 我碩士路是做這個 在美國 1980年代 在1977的TCPM 那我就坐在路邊 正在那邊刷你 在美國 放一個涼椅 就坐在馬路邊 在那邊看 煞車燈亮幾次 那美國小孩都來問我 欸你是在做什麼 有人坐在人行道上 上面還有大洋山 然後有海灘椅 你坐在那邊拿東西 好 那個是撞的是 煞車就是希望 不會有這個最後 crash 它比較術語啦 平常你們會講collision 那你踩煞車 憑什麼車子就會聽你的話 我們有一個東西 叫輪胎 橡膠的 常常你不是聽到 欸夏天又要到人 你會聽到那個 報紙或電視 朋友有講這件事 天氣熱啊 什麼的 它會出問題的機會比較高 對不對 東北都不太講這個 天氣熱氣量會高 該出事就比較容易出事出來 就這樣買的 所以它會強調整部車 隨時跟地球有接觸的是哪裡啊 就那四個點啊 哇 所以輪胎很重要 什麼都重要 不是只有輪胎啦 但是 但是講到輪胎 哪會這樣說服你啊 輪胎 跟地球隨時接觸啊 路面啊 就是地球 所以你加速減速是靠它欸 不要以為你的車子 什麼馬力很強 那邊矽霸 420匹的 要不要試試看 換一個比較爛的輪子 看看啊 你那個馬力是使不出來的啦 你把它換一個木頭輪子就知道了 空有很強的馬力有什麼樣 各位想像會怎麼 就像卡通裡面畫的啊 結果咧 結果車子不會噴出去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打空轉 對吧 打空轉 打空轉的下一步會怎麼 會啦會想出去 但是不會那麼快 但是漫畫不是這樣畫的 漫畫怎麼畫啊 腳用衣材 結果呢 蛤 車子跑去 會 人跟座椅跟車殼 趴快就掉下來 會這樣喔 會喔 你如果學機械的 學機械的 你如果底盤跟車身的那些連結 沒有做得很好 空有那個很好的馬力 輪子也很好啊 你一踩它就噴出去 因為上面的東西 它太快就被剪力剪斷了 懂嗎 就會掉下來 它不跟著走欸 所以你要 它全部都要很好 不是只有輪子啦 不要被騙人 賣輪子的會告訴你 輪子最重要 感覺好像是 要全部啊 因為它是一個系統嘛 重點是這個輪子跟地面接觸 它實際上你看那個死力要跑很快 或者要停住 就是靠這個而已啊 你能不能把它夾住那另外一件事啊 你放心好了 能把它夾住不是很困難的 能把它夾住不是很困難 只是最終的力要死到哪裡 喔那所以那輪子是很 上一次我講過 我不是有帶輪子來嗎 這一次我想說 這扁盧都沒拿來 而且不是重點 欸 那個想像這樣子 你想想看 你們有在開車吧 我剛才從西子開來 我開110 真的開110 我能夠這樣轉 然後跑110啊 你想想看這怎麼拉住啊 你就想像這兩個之間的界面的力很大 那350 110 我還要踩一個煞車呢 踩一個 平常在加速的時候是這樣 你想想看是這樣 我手這樣弄到還在滑 它那個要咬得住這樣然後才能去啊 那我一踩煞車的時候的意思是 只有這樣在滾 但是力是這樣 所以這力是這樣 有嗎 可以弄得住呢 不然的話就一直在地上滑 磨黑黑的 對吧 除了你緊急煞車啊 你地上會一直黑黑的嗎 不會啦 不會啦 真的輪胎還蠻厲害的 所以是直接附著跟路面聯繫 包括加速減速 包括你的轉向 都必須用輪胎跟路面間的小小接觸面上來 形成跟傳遞 這些力啊 等一下會有一個圖秀給各位看 這個力從哪裡來 喔 你看啊 垂直負載跟摩擦係數的成績 那個叫做什麼 請問那叫什麼 那在摩擦力裡面啊 就是這個啊 這樣下來這叫normal force 正向力啊 一壓 我先不要讓它滾 那你這裡不是有一個摩擦係數嗎 對不對 所以這一壓 你如果要克服 克服這個東西要拉它 要拉它 不一定弄圓的 要拉它的時候啊 請問 請問 你要多大的力 比如說這是 重量就好了 請問你要用多大的力啊 才能把這個移動 有吧 你國中還記得這個是吧 國中老師要教你摩擦力是教這件事啊 這個的重量有w 你要給它動 請問我這個手這個力要多少 可以讓它動 對吧 對吧 國中的時候老師叫摩擦力不是這樣嗎 這f等於多少 他在告訴你 告訴你什麼事 這個 垂直負債就是正向力 no force 跟f 你看啊 這個 乘上 這個 就是 這個 他告訴你這是人事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啊 摩擦力可以多大 跟 這兩個 接觸的介面材質有關係 而不是他的面積哦 哦哦哦哦哦 你去學那個摩擦力 有學過需要面積嗎 沒有啦 不要給你教愛這個 面積耶 唯一會有的是什麼 是你去 鄉下放牛的時候 不是把牛要綁在樹上嗎 不是啊 繩子嗎 繩子是摩擦力 繩子繞幾圈 有有有 那就有關係了 繞越多圈 那個牛越不容易 繩子被它拉走 那不一樣 因為它不是平的摩擦力 懂嗎 它是遠的 那可以用積分的 你去物理裡面可以找到這個 有點小複雜 複雜到 其實是不會考的 早速研究所要整理一下 九九出一題那個 要用積分 所以是在講這個是啊 所以你看這個F是等於什麼 你同樣可以把它移向變號啊 是不是平壓力 哦 這兩個是這樣喔 那你在國中的時候 老師會教你啊 教你什麼 教你說你怎麼決定這個摩擦力啊 摩擦係數啦 F啊 誰還記得老師怎麼教 你國中的時候 我現在問你一個 那塊板差在這個桌子上的 摩擦係數是多少誰知道 沒關係我們那部分人都一樣 老師教的都會還給他 我教你的你也會還我 而且還得很快 那時間越久還得越多 這一塊 跟這個之間 這個F值啊 要怎麼算呢 這樣算啦 把它抬起來 抬到某個角度 它不是會動嗎 那你就停住 哦 就停住 Pengen Theta就是F 知道嗎 想起來 想起來了嗎 那你會想說 Pengen Theta吧 沒還樂 沒還樂 千萬二零一六 讚 你們都有手機了嗎 沒有手機的舉手 在場 有 讚 那你們都有答案 你們都有答案 剛才那個抬起來 一個手機 另外一個同學幫他幫我抬起來 讓他會動 就知道幾度了 這有耶 APP有耶 當然我們在車子 輪子實驗裡面 不可能把地球翻起來 只是你不會這樣做啦 只是我們做個實驗這樣用 那你真正要用的時候 有啊 有啊 我們用那個輪胎 真正切一個輪胎啊 那個 drag sled 輪胎真的削一塊 裡面灌水泥啊 就放在這裡 一樣抬起來 看幾度 那Tengen Theta就是F了啦 這樣知道齁 任何東西都可以實驗耶 以前沒有道具 就覺得很扁 兩手工具 打扁 現在很簡單 現在裡面很多APP 真的都可以 很小 甚至甚至網頁上已經看 前不久吧 那個警政署的人 警官傳給我日文 他們有一個網頁的地方 就類似這個 他說你現場看那個煞車人 滑門幾個 按一按就知道 他會幫你算一個車數耶 今天要交的耶 哇 太好了 有啦我們就有了 我們老早就有 我們七八年前就有了 有一個小的那個 不是APP 在電腦裡面的小Program 非常非常小啦 是可以弄成APP 那東西用的人 不是很多 那個警察會用 交換警察 對不對 像各位會用 所以不是那麼普遍 我們就沒那麼急著說 哎呀 要怎麼去秀大家這個啊 好 那這個啊 這個值啊 這些地啊 才有輪胎的介面傳給車輪 所以他們兩個之間可以使多大的力是受那個的影響 所以你如果是賽車的時候 那輪子好不好就翻譯關鍵了 但如果你是個凡人跟我一樣 開車只是為了 養家糊口 做個小生意上班啊 不用管了 那輪子 那個輪胎影響沒那麼大 那個人又不會急著在路上要追壞的 會嗎 機會不大 那你自己不要追了啦 追下去 追還好 但是你如果是功能性的賽車的人 是差很多 警察車沒有那麼講究 為什麼警察車在台灣也不會追那麼久 那麼 嚴苛啊 所以才好 那這個煞車系統 既定載好啊 你也沒辦法 超越這個輪子跟路面之間的啊 你沒辦法啊 你懂啊 就是我剛才跟你描述的 你馬力多強 配個光溜溜的爛輪胎 腳一踩 他就是噴不出去啊 他就在原地打轉啊 沒辦法 你力道太大沒辦法 因為你超越他那個了 那煞車的時候也是啊 所以你車子如果快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一踩煞車輪子就只好鎖住 不轉在那邊滑啦 亂滑一通 這就是為什麼後來ABS會出來 亂滑一通 車子會失控 最大的困難是在於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 煞車系統啊 三個基本功能 各位 一跟二 有些人會把一的前面放到二來 為什麼呢 你注意看這個啊 煞車的基本功能是在創什麼 使車輛減速停止嘛 那有人把這個減速是放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下坡的時候要保持穩定車速啊 你山上開車下山 那你就知道了嘛 沿路你一直踩煞車不是嗎 不然你沒辦法操控啊 你會太快出力啊 所以你一直踩煞車不是嗎 喔喔喔喔喔喔 對齁有那個 他那個動作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減速啦 搞不好 所以有些人是把這個頭進來這裡 沒關係嘛 就是這個用途 第三個啊 平常你去問人家他不會想到 那parking brake 駐車停車 台灣叫做手煞車 對吧 台灣叫手煞車嘛 很奇妙喔 欸手煞車 誰說手煞車 我的parking brake是用腳踩 很多啦 你看到賓士人 parking brake也不用 也不用腳踩 也不用手拉啊 它是什麼 按一按就收掉 還是傳統 傳統都叫手煞車 手煞車 所以是這樣來的 很奇怪的詞 再來那個小孩子心的 所以當然你就會搞不懂 為什麼你們把這個叫做手煞車 那是有點酷的 手煞 因為你車子如果停在有點不平的地方 你沒有那個夾緊的話 那車子會滑 我們這裡不下雪 你還沒那麼大的感覺 會下雪的地方 這是很關鍵的 鎖住之外 輪子啊 輪子的後段要朝外 前輪啊 後面要朝 你看停路的哪一邊啊 朝下坡啦 不能講朝外 有時候你停在下坡 有時候你停在上坡 有時候你停在上坡 那車子不會動 那煞車基本上它的功能是這樣 把動能跟衛能啊 轉換成熱能 動能就是你高速這邊開啊 那衛能是什麼 衛能是你從山坡上面往下衝啊 那即使是衛喔 高衛跑到低衛喔 那這個衛能要吐出來啊 吐出來它可能轉成動能啊 那你怎麼辦 你沿路就會一直煞 一直煞 所以為什麼你煞車會變很熱啊 因為它變成熱啊 熱才能夠在空氣中散掉啊 那大車又 空氣讓它散又來不及 你知道大車有些會灑水嗎 對不對 沿路會噴那個水 我就這個原因了 因為熱來不及散啊 它沒有像我們小車開那麼快 風氣那麼大吧 而且它轉換成熱又大 因為它很重啊 所以只好加一點水來噴一噴 所以煞車的時候 我們要考量要穩 不是只有要停住 因為你如果停之前在那邊抖動 那一樣失控或是翻車 它這穩不穩還會牽扯到 你每個輪子啊 出的力道的分配要出得好 通常一踩前面大概7後面3啦 或是後面35前面65啦 我們真正在車禍 在算車子煞車力的時候 很細節的分的時候啊 73或者是6535 前輪會承受比較大的煞車力 四次是這樣 你分配到輪子裡面去的時候 幾乎是這樣 那另外還有什麼 煞停距離以及自動器的磨損啊 這些都要啊 你希望越短距離停止越好啊 沒有錯啊 另外一個我們說那個磨損啊 你要用哪一種煞車的東西 會磨好啦 你那個煞車騙99要換不是嗎 你腳踏車也是啊對不對 腳踏車那一塊的假的那個也要換啊 你摩托車也有啊 99會換 不可能不換那屬於消耗品 那為了保持在下坡道的穩定 你一定就會牽扯到未能轉換成熱能 因為你山上跑來山下 欸山上到山下 中間你看怎麼未能差這麼多 那這要跑去哪裡 你如果都不煞車 有輪子放開來到這裡 會衝很快喔 一定會衝很快 對吧 你雖然不會去想這件事 但是你想那玩具就怎樣 從高處一放斜坡通一下 這變很快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煞車啊 不然你到了 到了山下 一到平面道路的時候 你快到根本沒辦法轉彎啦 一轉彎就一定翻車嘛 離心地啊 你也會怕啦 在那個狀況之前你就開始慌張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啊 衛能轉換成熱能 你自動氣的摩擦電片啊 會有熱衰退 熱衰退就是煞車實力 你持續一直煞車太久啊 會變熱 熱到 熱的時候這個F只會變啊 那F只會變喔 一熱就會變 那叫做熱衰減 熱衰退 這就是平常我們一般人講的煞車實力 那另外如果是一壓煞車啊 你真的這樣一直煞車 從山上一直下來 一直踩著一直夾住啊 那個一壓煞車裡面啊 的那個煞車水 煞車液啊 淡黃色那個啊 會開始氣溫 因為太熱熱到 好像 下面煮火把它煮 它會沸騰啦 懂嗎 所以它液態裡面會產生氣化 液態 液態喔 是不可壓縮性的 你裡面如果開始氣化 就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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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腳踩煞車會覺得軟軟的 那就是一般人的表達煞車實力 那勉強可以救 如果你不是上 山上一直衝下來一直踩 勉強可以救 就是點煞 你放開 趕快再放開再踩 放開再踩 可以勉強 我講勉強啊 你不要指望這樣可以救 然後 只能這樣 山上下來這個亂摔 我都噴過 我在美國噴一次 去滑雪 來借我那個 餐廳老闆的 凌晨的車 哇 好大 嚇到你會嚇一個 嚇死 你要想一下山上下來 才煞車 不太聽你話 你就知道了 然後我自己在英國的時候 開車也這樣 哎呀 那個 那個你不能用台灣去想 那山有夠大支的山 你要下去延路 真的 凍到五年 幾點鐘都在打凍 真的 真的 我嚇一個人搶賽 一四人都會記得 我真的碰到這種事 還是切丁這樣說 你沒有重點 你也不知道 當你去這樣開的時候 搞得真的 真的 真的 因為它太熱 那個F值就不夠大 不夠大 不夠大的意思 等一下你會看到那些圖 它如果是疊上 它真的是咬不住喔 它是靠這樣夾住 這兩個如果稍微滑滑 不要說滴水或滴油進去 反正就是 你捏不住啊 它再會繼續滾啊 你的感覺就是 呼呼 繼續中啊 有啦 它有減速 可是減速率很慢 好嗎 不像你平常的感覺 一踩煞車就 人會往前 對不對 因為那是 A負的很大 加速度 那個減速率很大的時候 負很大的時候 人會慣性的往前 那種情況之下 你開始就會覺得了 如果那種情況之下 你停下來 問它的感覺 所有人都跟你講 都叫煞車去 咚啊怕 對不對 你讓它哭到 冷下來之後 再開的時候 好啊 好啊 因為已經涼了 剛剛是非常的熱 所以你可能也聽過 車子開一開的時候 你偶爾不是會想去檢查一下胎壓嗎 對不對 其實開很熱的時候 胎壓是不準的 不過那個情況之下 如果你胎壓還不足 那胎就是胎壓不足 可是你去做這個動作 不是人家會告訴你嗎 你不能去摸那鋼圈嗎 因為燒燙燙啊 燙燙燙啊 燙燙燙啊 不要真的用手去這樣摸 你會刺一條 雖然那沿路的風一直吹啊 但是 了勝於我 沒那麼快 那如果是為了停車在斜坡上這種啊 這個香港人 新加坡人叫駐車嘛 對不對 駁車那個趴車啊 那比較好 我們都用停車停車 所以我們只好用手煞車啊 我們停車跟 跟STOP跟PUCK分不清楚啊 這中文裡面啊 這個是PUCK 這不是STOP PUCK 中文叫做手煞車嘛 對不對 在斜坡上讓它不會亂動 這種呢 通常是只有操縱感 但是現在有些車子啊 你把它推到P裡面 其實它會把那個船洞走整隻 夾住啊 有啦 旁邊有個急輪的 它就 你這樣在轉的時候 你弄那個煞車 它就有個東西弄著 那你就不會轉 好嗎 它有個那個機制啊 很多種很多種 傳統的都只是 把它夾住而已 其實往外張是頂著啊 等一下你會看到那個圖樣 它是利用槓桿的原理啊 讓利增加 讓它瞬間把東西夾著就好了 那這個 手煞車啊 在緊急狀況的時候 可以用 但是我們不太建議 因為 因為車子可能會失控 啊 上上禮拜吧 蘋果日報有什麼動新聞 我說你要小心解喔 我沒有在看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後來怎麼寫 它誤明 上車壞了怎麼辦 聽說可以用那個 手煞車啊 我說 我不這樣建議 因為我們都沒受過訓練 你想想看 你在高速公路上 結果發現你的煞車失靈 你想要用手煞車去縮啊 蛤 對啊 因為不知道人要縮 縮會怎樣 speed 對 怕感動 你知道人 可以撐啦 但是你要把麻煩一、兩、三、四 最好那個按著 就是自己可以控制力道 你不然這樣 卡 你死了 你這樣 啪 絕對馬上做這個事 怕感動 spin 你看電影裡面 真的啊 他們警察在那個 清風的新竹安家 受訓就是這樣喔 他們死巷子追患的人 追進去之後 沒有就是 倒到外面的時候 一拉起來就 咦 所以高速公路上 那是有練過 我們沒有練過 你在高速公路上 唱家怕怕怕怕 怕怕 必須說他撐起來 你就死了 你們知道你這是煞 手煞車弄起來 叮叮叮叮 知道齁 知道齁 超過六響 就要去調整齁 就太 那個就太鬆了齁 通常都要細 四響五響 頂到六響已經極限了 那你會叮叮叮 怎麼辦 你要放掉的時候 不是叮叮叮叮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 煞車壞掉 要想要用 parking brake 你要那顆鎖 要把它按著喔 按著靠熟 hö 不能晃喔 這不能晃喔 這樣就不會有那個 提依卡住你 有沒有你知道齁 這個永遠按著 你靠這個來 它比較動 碰碰也ев叮叮叮 知道齁 你不能像來平常 Edu Title 那就完了 不行這樣做 所以我們平常 不敢 capaz 教人家說 哎呀 緊急 heataba 你不要 欸,你如果沒補是可以啦,沒辦法啊,因為這是沒補的補啊 然後他還問說,聽說不是可以引擎煞車 我告訴你緊急狀況,你怎麼在美國時間做引擎煞車 引擎煞車是啥?引擎煞車只是一個減速的動作而已啊,跟那煞車插多少顆了 所以我們在講煞車的時候不會講到那個電池煞車啊 因為電池煞車是輔助的欸 沒辦法拿來當煞車啦,那我可憐 他只是把你的動能,非接觸式讓他變慢啊 那反向馬達,只能這樣而已啊 那跟我們講的煞車是不太一樣的 煞車是實體的,把你抓住讓你不頂張 他那種是利用電池 你這樣在轉,他給你磁場啊,讓你會變慢啊 懂嗎?非接觸,當然那種很爽啦,很穩 我去Arofa的車做過,為了這個煞車實驗 對,我們一樣的車載 以前很多車載,現在也沒什麼 因為那個後走變很重,東西還蠻貴的 乘客又不是坐他的車,又不是為了去享受緊急煞車的輕鬆感 對吧?所以客戶不會appreciate 你這台車多了,早上要做了啦 對啊,我真的去坐過他們的車 為了他們給我們坐在上面實驗 煞給我們的感覺啊 有沒有電池輔助擦車後座裝的 有沒有擦,有有有,確實有擦 這樣,這樣 這個手會擦的,擦的這個 這個停止器啊,不會擦到急煞的缺孔 懂嗎?你就可以隨意動啊 就可以操控喔 啊,這是手擦,手擦之後這一拉起來要做什麼 這一拉起來就是,把這兩條cable 拉起來就是,剃的頭上一拉 一拉的時候,這裡會有一個咚咚,類似這樣 鋪輪 好嗎?一拉,都給它撐開 這個啊 你們看這是斜斜的,它不是平的 所以這一拉的時候 這個半夜行這一片跟這一片就往外 撐嘛,撐就把這個煞車骨再轉動 這個煞車骨啊,就把它撐住 你這樣你就不會撐到 你這樣鎖,這樣在轉不是馬上把它撐住 你就不會鎖啊,是用鎖啊 裡面就只有很簡單的這個咚咚而已啊 那這支煞車啊 分跌勢跟股市 各位的摩托車也是這樣,對不對 現在很多摩托車前面都開始改成跌勢嘛 跌勢多兩千到四千吧 如果完全同行啊,他們都會出兩個版本 一個有跌煞的,因為跌煞越來越流行 跌煞確實是效率比較好,真的,真的是效率比較好 那骨煞是傳統,不過摩托車現在後輪幾乎都還維持骨煞 絕大部分,絕大部分 那骨煞因為他們比較好做啊,後輪 那後輪還有別的機師啊 那骨煞又分成這個內張式,剛才那個就是 從裡面啊,張開成的 還有一種叫外縮式 外縮是什麼呢?轉動軸 輪殼這樣再轉 你從外面把它 這樣看懂齁,捏住啊 這個哪裡有?這個你去看 我們小時候,這裡太年輕人就很好了 你去坐牛車三輪車不是這樣嗎? 三輪車看過嗎? 越來越少了 三輪車不是這樣騎,騎騎,騎三輪車 他車車在轉 這不是一機這個? 對吧? 那一邊後面就一條Cable一軸 一軸你去看那個後面的輪骨就長這樣 真的是長這樣喔 這前輪 這三輪車 他這就是一條Cable Cable來 這個中間就一個遠遠在轉 那你這一條Cable 一拉的時候呢 他拉了什麼?他其實是拉這件事啊 這個輪骨在動 他是這樣 這一條往前拉 這有一個扣環扣住 然後有一條這個 這個往前一拉 這外面這一圈就 嗯 輪子就不能轉 小時候三輪車真的是這樣 真的真的 那牛車更慘了 牛車怎麼剎車誰是啊? 蛤?我不要問那些年輕人問 那些多歲了 牛車怎麼剎車啊? 請問 蛤? 拉皮管 蛤? 哇 沒辦法立刻停啦 能不能停是我們自己的生命 不是牛的生命 懂嗎?他不是不想停 他會痛他會慢他會轉換 可是他不是立刻停 平台在靠你 牛車誰是誰? 那些年輕人也要問 那些年輕人現在都要去觀光店 100塊錢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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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錯 我告訴你 有車 所以是很新的 有車後輪很大顆的 頭前才有一個軸 也會外 對吧? 這頭前輪比較小顆 直接直接這顆會外 好嗎? 等一下這前面有 腳一支 軸 扭的那個 背的那個 那不表了 那我們人通常坐在這裡 坐在這裡 這裡有一根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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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一樣 我們把它 呵 這他要幹什麼 這他跟那個很像 這有一條cable 這裡 這裡有一個這個 這裡有個框框 那框框裡面呢 有一條 木條 橫的 茶 欸? 阿度有什麼寫嗎? 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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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一塊木條 就這樣 然後你一拉呢 那塊木條呢 就頂這個輪子的外 外勁喔 橡膠 那一塊 所以輪子在轉 這個輪子在轉 就是有一個木頭 啃的這樣 你一拉就頂著木頭 不頂著這個輪子外框 就這樣欸 當然還會拉鼻子 對了 拉鼻子他不會繼續衝啊 但是你最重要的 你輪子這樣 呃 所以他是屬於外縮式 知道嗎? 從外面往裡面縮小把你夾住了 阿內張式你知道是輪骨 阿裡面有兩個東西 往外把它撐著讓它補轉 懂齁? 懂齁? 好,股市就是兩種嘛 有小時候坐牛車 我姑姑家有錢的 他家有養牛 我們都可以坐牛車 還有養羊 還有養豬 還有魚尺可以跳下去 摸拉 嚇死一口 這鄉下 對,很好玩 小時候看有用欸 你看 現在長大我再挑這個都有用 欸,對啊 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以前沒什麼大的方法 好 那碟式是比較新的 碟式是一片的東西 Disk 那Disk 它是這樣在轉 那你怎麼讓它挺 就這樣把它夾住 會轉的東西把它夾住 它就不會了 用這樣來減速 那很簡單的分 為什麼會碟式會比它有效率呢? 因為那個股市那種齁 你熱不是會脹嗎? 雖然很小啦 小到你沒感覺 我們從理論上來看 你這個一熱的時候會脹啊 你如果是內張式的啊 它會脹 等於是 就是 比較不好 聽懂齁 那外縮是 外面這樣豎的 是比較有用 可是呢 可是呢 外面豎起來這種 在汽車裡面是沒辦法用的 是古典的時代速度 五塊可以用 不然的話 一定用內張式 對不對 你們現在汽車摩托車 都內張式啊 因為內張式裡面 等一下會看到它的設備 會可以很精密 會做得很好啊 不會經常碰到水汽啊 它的目的是這個啦 從前的想法是這樣 那都蓋住了嘛 但是又來了 萬一有誰進去呢 啊你糟了 因為它關在裡面 跑不出來啦 永遠跑誰啊 啊蝶式的好處是 蝶式是 顯露在外這樣在飛啊 啊你把它夾住啊 所以你如果泡到水呢 會怎樣 欸不會 你一高速離心力 水都全部噴過去 風一吹就乾了 這樣懂齁 嗯 它的物理的原理是這個啊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 都用蝶式 你看那個貴的車子都蝶式 不會是那種故事啊 好 那摩托車的部分呢 比較心事的就會要求 前面至少弄個蝶式 因為蝶式就是 比較不怕水 你即便下雨天蝶式 但是下雨天 你要注意這樣 如果一弄到水的時候 不要不可以 立刻就去 弄煞車喔 那弄不住 那上面哪有水 懂嗎 你先弄一下再不水放 弄一下水又放喔 你弄一下 你手有多快啊 請問你一秒這樣 可以弄幾下 請問 猜猜看 沒幾下 你看一下 這樣夠了 你這樣 因為你弄一下 不是那個0.01秒 所以你弄一下 已經洗幾天而已 水都乾了 第二的 所以速度就動了 這樣知道嗎 會有這個啊 輸出的界面呢 有機械式啊 機械就是那個手煞車那種槓桿 手煞車在用 那抑壓式是很普遍 為什麼 因為液體不可壓縮性 記得喔 液體不可壓縮性 你不要小看那個東西喔 但是裡面不可以 含有氣化的氣體 就好了 還有真空一啊 是啊 這個叫做真空輔助那種 巧輕輕一踩 那叫做什麼 我們平常叫做 泡泡有沒有 power assist 動力輔助啊 是那種 動力輔助就是你腳輕輕踩 它用外在的機制 就是強化那煞車 所以你看車子把它停住 不用踩的那麼深 它就會幫你煞車 你只要表示你的意向啊 它就會幫你 這叫做動力輔助 那還有氣壓煞車的啊 那個優染車卡車很多啊 對不對 它紅燈變綠燈的時候 放開就 就把氣吐掉啊 就會做這個動作 其實那個都是輔助啦 因為最終還是腳在操控 你要不要要多大或小了 另外還有電動式的 電動式用車子的一般 倒不是很常用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人還是怕怕的 懂嗎 煞車這些東西牽扯 生命攸關啊 想要用 沒有感覺的那種 你是怕怕的 懂嗎 人類終究還是會有這個顧慮 那其中牽扯到一個是 因為電動的壞不壞掉 我們人是無感的啦 懂嗎 就像剛才那個麥克羅瓦壞了 那要怎樣 不知道要怎樣 那你有實體的東西啊 或是間接有實體 你至少會有一點點感覺 那你電子的就是 呃 秀斗的秀斗啊 它沒有什麼打八層的秀斗 沒有嗎 啊我這牛腥的啊 牛腥的啊 這樣腥的不好 就在斷了啊 啊牛腥的 不夠硬 才那些 鑽一下槍就好了 對不對 啊一壓踩了 除非整個都噴出來啊 破的很嚴重啊 你一開始會覺得軟軟 就可以停旁邊 因為它會可能會漏了 百分之五的液體啊 對不對 你這樣緊急煞不住 但是可以減速啊 欸欸在這裡 所以人類的感覺 對這安全還是有一點點顧慮啊 這個是把 煞車啊 油壓煞車啊 這個管路的示意圖秀給各位看 這個是竹棒 竹棒 這不叫氣缸嗎 竹棒 竹棒 這不氣缸 這是煞車竹棒 master ceiling的 你腳一踩是在踩這件事 你平常腳一踩是踩這件事喔 腳一踩的時候啊 都有Pistol 就往前推 這裡面都是油壓煞車那些 淡黃色的油 它就往前推 推去可能前輪後輪 啊這個就是你車子底下那個 比這個小指還細一點點那個 那個煞車油管 那就有Spring 跑來左前 右前 右後 左後 那這個叫做分棒 分棒啊 每個輪軸會有一個 那這個分棒啊 油壓 它一推這些箭頭都是液態的東西 來到這裡它沒地方去啊 它往外張啊 欸這是棒 這是cast 這是鑄鐵的那種形式的東東啊 所以它就會往外頂這個 活塞 往外頂 就是靠這個煞車 這個一頂就是你後面看你要做什麼機制就可以 隨你啊 你要去夾一個煞車別片也可以啊 你要去擠一個煞車骨都可以啊 所以它的示意圖是這樣 你夾一踩是這裡 然後有就擠出去了 有 這汽車骨裡面有 它用的原理是這個 欸這有趣喔 有些物理實驗真的很好玩 物資理啊 液體是每個點的壓力都一樣 每個點的壓力都一樣 壓力都一樣 每個壓力都一樣是這樣 每個點都是P啊 P是單位面積產生的力叫做P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你用那個針刺人家就啊很痛 因為你的面積太小了啊 所以壓力很大啊 所以搓下去就會痛啊 是這樣啦 所以你把它弄寬一點啊 那個是在刺人家喔 我們現在利用液體來傳導力道的時候 有趣就在這裡啊 P是到處都一樣 啊你的力是等於什麼 力是 P乘上A啊 喔喔 到處的P都一樣 那我如果把面積拱大呢 欸面積拱大 它使出來的力就很大 所以你看啊 它是這樣 我這邊啊 用200磅的力啊 就是腳一踩 那呢 Master Cylinder 那 那 我馬不整塊 踩 啊中間的管子小小啦 我這樣踩一下下 這邊會噴很長出來 你知道齁 噴很長出來 不打緊 我的煞車的那個行程就是 位移 不需要很大 煞車 欸煞車你們誰拆過啊 你那個煞車疊片夾這個疊片 有煞車跟沒煞車之間是差多少 你知道嗎 蛤 幾mm 多少 9啊還是99 2-3mm 欸 什麼人有笑啊 誰有笑 沒有 要一個感覺啊 不然怎麼 欸有笑 他笑了 講真的啦 很多是我們這個 學交通 我學土木書生的啦 交通主人 這是最土的 就是這種人 做透明的啊 但是我們什麼東西都摸得到 看得到啊 都不巧合你啊 我不是說學電腦 你說 哇 這隻頭一隻來被那 那晶片 那些 2816 有的什麼都摸得到 有好人 有的幾多人都摸 那是這裡 都不知道 土木機切的做什麼都知道 都不會騙啊 啊 就是很土就對了 來啊 一mm 這叫這一支就是一mm 兩支就是兩mm 你剛才說2-3 就說 2-3喔 你知道嗎 你怎麼看2-3多大 你有感到嗎 你有感到嗎 你有沒有聽過嗎 你有沒有聽過嗎 你聽過什麼 你猜過哪一種 電腦 哪一個的電腦 摩托車 OK 你覺得有2-3 小一點 對啊 小多了 什麼小一點 誤了這次 皆さん 渾水無法移動 順手牽啊 把他牽走了 應該1或小1 如果是汽車應該是小1 所以他是做得很精密 你只要洞一點點就會夾住,你現在看,你踩洞車,你有這樣..... ros... 你都很優雅,哼... 這個動起來,差子很小,猜過的人會知道,你猜過嘛對不對? 你有什麼心得分享給誰? 很垃圾 蛤? 很垃圾 很垃圾還會有呢? 那不是叫很垃圾很黑的啦 有啊 不會臭啊 還有什麼? 拆的時候好拆嗎? 裝的時候好裝嗎? 裝的時候好裝嗎? 裝的時候一定要把那個波塞塞回去 擠回去對不對? 這樣 擠開 這麼溜溜嘛 對啊 那比較厚 沒有磨過了 對嗎? 那很難看 那有機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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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啦 那個你用槓桿原理才好 所謂機械是道具啊 機械是什麼? 吐啊 其實你用槓桿原理用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基本啦 很多東西只要動點小手腳就可以 小腦筋 那個碟桿還好嗎? 換個武殺就知道 很難弄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阿蘇比阿 真的就是這樣也沒什麼小優 真的啊 真的真的 所以弄得很準 我的意思是 它的行程就是這個位置要讓它頂起來 不用頂很高啦 它只要頂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的目的是要死出多少力 而不是要動多圓 各位要知道 所以煞車那裡做得很精密就好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欸死很大的力 開玩笑 你要弄多少就有多少啊 那這是古式的 古式的 旁邊有兩個這個叫做 煞車提片 咻 鞋子 提片 這歐歐這個就是會磨耗那個東西啦 這個是鐵啦 鐵件 上面有這個可磨耗的那個提片的表面 抹是這個在抹 啊輪子在轉是外面這個框框在轉 那剛才講的有沒有 分磅就是這個啊 那油壓一擠到這裡來 它就撐開啊 把這兩個撐開啊 外面這個不是在轉嗎 啊這兩個提片頂著它啊 啊這是可調整的 這一撐開的時候 不是外面轉的東西就把它張住嘛 對不對 它就很難轉啊 欸靠這個啊靠這個啊 所以這個很密喔 欸這裡拆回來就要放回去 噢 幹嘛 這是古煞 蝶煞長這樣 這個是那一片 蝶片遠遠的在轉那一片 你要讓它停住 就是旁邊這個把它夾住 好 那你這個油壓一進來的時候 是擠這個啊 這油壓來是擠這個啊 所以你 一踩的時候 這油壓一灌進來 就把這兩個 噢 啊這擠進來這一片 就是跟這個黑黑一樣 就在煞車那個片子 耐磨的那個東東啊 看起來 不是很複雜 啊這個比較像真實的 它整個剛才這個東西是兩個蓋起來 蓋在裡面啊 蓋在裡面啊 當然這兩個沒連在一起啊 沒有連在一起是兩個分離的 只是這樣重疊 放這樣而已 那不連在一起的 那股市剎車啊 是兩個半圓的 來臨片 你平常講 欸剛才是左右 現在它放這樣子變成上下 這上面這個叫來臨片 來臨就是 增電 按摩就是在摩那個 那利用 收到槓桿原理 對啦對啦 你一口回退一個一個啊 槓桿不是這裡支點嗎 這裡施力點嗎 這裡壽力點嗎 這裡壽力點嗎 請問這是第幾型槓桿 槓桿不是有三種 這是第幾型槓桿 蛤 用猜的啊 一二三 我跟妳說我怎麼過 我過這 過四十名啊 真的啊 到死了都還記得 當然主要是 因為我後來還教書啦 所以只好啊 我說被字看詞 就這樣結束了 中央那個點如果是支點 叫做第一種槓桿 就是敲敲板 懂嗎 中央那個點如果是 抗力點啊 就是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中央那一點 叫施力點 請問這是哪一種 因為這是支點啊 這是施力啊 這是抗力點啊 所以它是 抗支是第二類槓桿 它是利用這個來臨片 然後用摩擦力把它 磨磨磨磨 讓它變慢 然後最後停住 啊這個是很漂亮的圖 這比較真實畫的那種 啊這是真正書裡面把它拆開會長這樣 那碟子是長這樣 那你會看到人家有打洞對不對 特別是現在的摩托車 你都會打洞 上面還有勾紋對不對 哦 這個是為了那個排水跟散熱 是為了這個詩 那這個的中間呢 貼在這個煞車碟上面 這個 這個裡面夾它的最靠近 緊接的啊 也是來臨片 欸 因為那種東西是磨耗很慢 然後呢 跟這個鋼 這個 這種特別的鋼 這種疊面的處理 兩個的摩擦係數是很高那種東西啦 就適合煞車的 來阻擋疊盤的轉動 好啦你把它拆開會長這樣 這個這個 欸那個叫做皮碗 對叫皮碗 叫皮碗 真的會有一個皮碗 啊裡面液體喔 好厲害喔 它就不會從旁邊流出來 真的很厲害 因為你壓力大的時候 那皮碗就撐開啊 旁邊是鐵啊 所以你這樣動動 它就是油不會噴出來 好厲害啊 那東西小小的黑黑的小小的 超厲害的 啊 油呢 會從這裡灌進去 啊 這裡一灌嘛 就往外撐 往外撐 啊 啊 然後最後是靠這一塊在頂邊 啊這個是防塵套 這個是黑黑的橡膠那種東西 啊 才不會灰塵跑進去 因為這個是在 輪子啊 的內面 其實是很靠近那泥巴 所以旁邊會很髒啊 很多圖啊 是這個啊 那煞車啊 踩下去 當然 當然是希望它停 希望它穩 那最近呢 最近都有ABS的 喔 ABS要做什麼 ABS是啥啊 人家做塑膠不是也有一種東西叫ABS 對吧 ABS是什麼 防鎖子煞車系統 AS Anti-lock 防止鎖住 Breaking System 那它的目的在於 你緊急煞車的時候 當輪子鎖住 你的轉向就 不能用了啦 那是很慘的一件事 懂嗎 人開車 人生的方向不是你控制 那很難過 真的是超級難過 好 所以後來人類就想說 欸這樣不行 這樣子 踩煞車也沒用啊 因為你如果太快 踩煞車 要出車喔 踩煞車 那還是眼睜睜看著狀態去 哇 那人生太痛苦了 就想說 那我如果要緊急煞一踩 我還能夠操控啊 這才爽啊 OK 他就想說 教練有教啊 點煞車可以維持煞車的時候 還可以閃東西啊 所以他們就去研畫一種 機械的研畫一種 讓機器可以幫你煞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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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幾十次 又好像要幫你踩煞車 又沒把輪子鎖死 讓你可以轉彎 欸這兩個都顧到 是叫ABS 那裡面其實是利用電腦 讓它一秒幾十次啊 幾十個Hz啊 讓它假放假放 因為最怕的就是地上如果都是水啊 你踩煞車 簡直在上面溜冰啊 那你想會怎樣 超級難過喔 當然 他沒在那個下雪的地方 你還不會碰到這樣 你會下雪有冰的地方啊 你到了冬天 車子開出去很容易就碰到這樣 反正講到受訓 他們就到一個機場給我們開這種 模擬雪上開車 冰上開車 特製的車子 那四個輪子外面都有小副輪 那那個教練在坐旁邊 他可以調 調你那個層多高 當他層很高的時候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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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輪子就把那四個橡膠輪層高了 你懂嗎 到機場 真的喔 機場 這教練說來 各位等一下往那個水溝那裡衝 對 不准倒回來 衝 反正那裡什麼蛙哥都沒有 這機場 軍方會不用的機場 然後在上面放那個田桶 三角錐啊 這樣你怎麼開 要開很快都沒關係 弄個田桶你不會怎樣 除非你車子會翻啊 那都不怕 倒著開也是啊 他們這樣搞欸 真的這樣搞 好 那防鎖子裝置啊 有沒有裝呢 會差這樣 有什麼差 直接讚 你拉了兩隻狗 一隻 一隻就是都不動一直拉 這叫做沒有ABS的 知道嗎 煞車鎖匙就這樣 這一隻呢 是腳還會一直動動動的 這叫點煞車 好 這是好玩的圖片 它的功能是能夠彎啦 真的右邊那一隻是完全沒辦法變動方向 因為 主人啊 他去哪裡就去哪裡了 沒辦法 左邊這個是可以還可以左右動 當然動了也不是很大 沒有必要 那ABS有幾個 基本的性能要求 這個大家稍微用看了就好啦 今天不是要教這個的 今天不是來專門教煞車 好 開始進入我們要算的部分啦 這個不會把它弄升給各位弄泥糊 沒有必要 這不是我的目的 一般踩煞車的是什麼 車子齁 現在是往右在開 各位現在車子往右在開 所以輪子會再轉 所以你 速度V在這裡 往右走 然後往右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個是你把人家踩煞車啦 踩煞車它就有一個反向的那個 那個 torque 哦 阻擋你啊 那真實的不是這個 真實你看到不是這個 真實是整部車在減速度 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這本來不是有那個 剛才的正向力嗎 對不對 normal force N就是normal force 啊這個壓在這裡 這裡不是有一個F值嗎 啊利用這個F值它這裡就會有一個阻力 煞車的阻力啊 煞車的阻力啊 是靠這個耶 好 那我們有ABS要怎麼辦 ABS就不會這樣輪子鎖子 然後這樣子再磨啊 這樣子磨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知道F就好 因為它就一直這樣磨啊 一下放一下 鎖住怎麼辦 怎麼辦 輪胎不會鎖子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那一條黑黑的啊 一條黑黑的如果有出來 就是告訴我們什麼事 告訴我這整條黑的裡面 我是在等減速度運動啊 哦 那我就有辦法算你的 因為 因為那個等減速運動 就是一個反向的阻力阻擋我嘛 那用物理就可以算了啊 是有答案 如果這樣 咕 車子停住 表示我這個整個歷程裡面啊 是在減速運動啊 我在做這件事啊 那你就可以回歸物理啊 那你就可以回歸物理啊 看這裡的 這裡的 加速度是多少啊 就好啦 那你在這裡 停在這裡 V等於0啊 這final啊 你就停在這裡啊 可能你在這裡把摩托車撞了 那我可以知道這裡啊 那我可以知道這裡啊 可以求你的速度啊 是initial velocity啊 起始的速度啊 因為你末速等於0嘛 那我又知道你在這裡做了一個 減速 等減速運動啊 而且這不只減速度哦 我們是假電輪子鎖住這樣滑的話 其實是等減速哦 等就是沿途是相當一樣的減速力哦 在物理裡面的意思是這樣啊 所以你在想像這件事啊 我們就可以來算了 真的可以來算 那有ABS 哇糟了 那就是開始怕了 不會 ABS你要想像它是一秒幾十次啊 他想要 他鎖住的時候就想要輪子不轉 鎖住就黑黑的想要磨地 可是又被放開 放開又不行啊 放開就沒剎車力啊 他立刻又鎖住啊 所以他又滾一下 滾一下快要滑的時候又被放開 又滾一下 所以 所以如果從旁邊看 他是縮晃縮晃縮晃哦 我等一下也可以秀那個幻動作 我給你看啊 其實是縮晃啊 中間會縮 會鎖住 然後又放開啊 那只要有一鎖住那瞬間 即使它是有一個趨勢intention 要 輪子如果被鎖住 那就是這樣啊 這輪子啊 輪子這樣滾的時候 偶爾它鎖得快鎖住 然後又放開 所以那鎖住那瞬間 你看這會這樣摸一下 這到底是要黑黑的出來呢 所以在很快速的一開始的時候是會有的 你如果不鎖住就不產生煞車划痕了 不是嗎 所以我就沒有那個減速運動 多大範圍來推速度啦 不過因為你高速行駛 驟然緊急煞車 還是瞬間會使輪子ABS來不及鬆晃 即應那個叫做 二十四分之一秒 會很短的一點 會有極短站的鎖直 留下很短的點煞車痕 而且間距會逐漸變短 因為速度越來越慢 所以你看喔 這次沒有ABS長這樣 你如果有ABS的時候啊 同樣那麼快啊 這要夠快喔 這種如果太短的齁 有ABS的都出不來 你看不到 所以我畫一個跟它類比的啊 它應該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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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靠近 然後可能就沒了 越來越近 這樣看得懂齁 而且這個點是越來越小點 然後就沒了 理論上就是理論上就這樣 這個紅的是有ABS的 但是你看不到整條啊 好 這裡要告訴你一個重要的概念 如果你碰到這樣的車子停在這裡 紅的齁 沒有這些藍的齁 日付車的齁 紅的在這裡齁 你就一樣量這個 這個距離低 到時候用我後面東西去算 保障一條的 懂嗎 它中間沒畫這個給你看 是因為它沒有怎麼樣 鎖住這樣磨給你看 它只要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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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了砸了 它照理它的煞車的效率是比較高的啦 懂嗎 不用滑就滑出來啊 比較高的意思其實那個F值是比較高而已啦 只是這樣而已啦 那你可以篤定就是一樣是等減速運動在跑啦 知道齁 等一下會帶入這個F值什麼 咚咚啊 算的時候啊 就像剛才一開始我們畫了 是 哦 是摩擦係數 類似 但是正正在 事故重建裡面 我們不叫摩擦係數 我們叫做煞車阻力係數 英文叫做脫翼係數啊 drag factor F 所以推估車速的時候 以前速啊 最上油點煞車痕起點 測量至車輛停止點 座尾煞車距離低 所以這個圖啊畫起來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塊這一整條啊 你就把它這個叫做低 一樣 所以這紅紅的咧 一樣把它弄成是低 你往上有去找 能夠找到在哪裡最清楚的 那個算起就是了 各位要從最上油 最前面的那一個 我圖上那裡畫了三點 不是嗎 那你要最前面那一點 不然你就低估了 就有點打折扣了 那我們真正要來算怎麼算 你就需要那個F值是多少啊 煞車阻力係數 drag factor啊 還有一個值 上次有上課了你還記得嗎 兩個禮拜前 證明三四個有來 對吧 F值是多少 沒事的時候0.75 目前全世界啊 沒事的時候啊 0.75 你沒有證據 沒有線索 no nothing 什麼我哥都沒有的時候啊 就0.75 就不會錯了 當然你如果證據 實驗的證據來證實 那很好啊 你就用真實的數值啊 應該都會比較大一點 除非是什麼下雨天很奇怪 不然0.75是一個保守的數字 全世界統用的保守的數字 所以F是0.75 以車輛最終停止位置所在點這個啊 那利用這個煞車等點速的過程 所損耗的動能 回算成車輛的速度 因為動能會轉化為熱能消散掉啊 啊 他花這麼長的時間把動能耗掉啊 那你就知道他是多快了 原來 這是物理很簡單的動動啊 那如果是車輛墜落的事故啊 你就可以用掉落點來推算離地前的速度 我記得我有個圖啊 幾隻啊 這個 有 有些車輪是這樣 這車子 這不一定是 欸對不起 這是一台要小一時啦 大一時是有別的事實 比較複雜 很少碰到啊 這是小一時 那常常是平的啊 平的掉下去 你要橫的看他噴多元叫做低 車子不是掉到懸崖下嗎 這叫水平距離噴多元 那H是 他噴出去這個懸崖的高度跟地 高度 水質距離是多少 啊 啊 這個是坡度 這是這裡 百分比啊 用百分比啊 這不是用幾度 用百分比的 這個是坡不斜的時候 推估的方式 我們平常可以啊 幾年前台中有一個車禍我就說 你們警察都不化那個Q都不良 不然我就告訴你那個小弟毛的車騎多塊 他是這樣 那個小弟無罩的啊 騎網路車 騎 山上喔 往下 那這裡是橋 台中 那他就騎 下坡下來 啊這橋旁邊又有這個 85公分 就水泥附來 然後他就去蹦到這一 刮一下下人就蹦 掉到河裡 當然報銷了啦 網路車跑去那 你知道嗎 通常這會怎樣 啊小孩不乖啦 沒有駕照自己 去亂騎摔到河裡死了 那全都怪誰 蛤 欸 他開始要告公路局 啊你這很突然神奇啦 七十五公 你要不要做得更高 我那竟然撞了也會 咬下去不可以 撞下去 拿槍仔死 公分總級把他書拿出來看說 我們全部都做這樣啊 我們做這個又不是要 防止大家這樣掉下去的 那我一看那直覺就是他騎太快 懂嗎 不然你怎麼會被人都做什麼啦 撞到就擺倒就好啊 但是很麻煩的是 那個警察 欸人掉下去 你想警察會撞什麼 你怎麼不想的啊 我這邊都沒撞啊 啊這高度不會變 我現在再跑去也可以撞高 問題是狠的這個 D沒有撞給我啊 懂嗎 我說我H可以撞 可是你們警察那個都已經搬開了 D多少不知道 我如果知道我可以算剛才有沒有 好剛才那個圖啊 也就是說那θ等於0度就這樣騎 如果是我有一個東西這樣騎 這樣啊 Good 我知道那個速度剛才噴出去多快 你們知道嗎 我會算耶 為什麼這個高度油啊 這個橫的油啊 可是剛才又往前跳一點點要注意 但是這個是地板 這個如果是泥土 它掉的低一點我知道 因為它往前跑低一點我知道 這樣懂齁 所以這裡到那裡 這橫的這個叫低啊 這個高叫H啊 懂嗎 那可以算了呢 你開玩笑我 我就跟你算了 這很簡單的物語 沒那麼有學問 只是你會不會把它用來這裡可以算 好 來 那如果有MBS 怎麼樣去觀察那個煞車法案 剛才已經教過了 那機車啊 只有兩個輪子麻煩了 好 今天我們碰個三次的車禍是這樣 今天 就很妙 有一個是十字路口 所以我把它畫點型的好了 機車這樣來 結果停住 那摩托車是這樣來 今天有三個案子這樣 其中有兩個都是地上鮮鈕刮痕 那摩托車晃在 其中還有一個大重機 不過那年輕人有來 活得好好的 二十幾歲 很乾燥 那車子爛掉了 他就看到人家車子要玩進去小田路 沒這麼寬啊 他一來大重機又鴻牌 他就載煞車了 結果就倒地滑倒 那滑倒的時候 會碰到這個 右後方這裡 整個都爛掉 摩托車在這裡 車子在這裡 說 我就轉過去 聽到啵聲音 下來看就這樣 他還說 沒碰到他咧 因為碰到輪子或框 一般板筋 很容易知道受損 碰到輪子跟框 跟輪框 結果沒有太大感覺 那另外一個案子是 他也說 我不知道 我都沒看到他 然後我一轉過去 覺得被撞到下來 看著這樣 我說你B柱跟右後門 都凹進去了 怎麼會沒有看到 你根本沒看 想像一下 我這樣左轉 對方倒地喔 滑過來打到我的B柱 跟後面的右後門 你如果說你沒看 你一定都沒看 懂嗎 他不是摸到後葉子板 B柱啊 那代表什麼 至少知道 我轉到這裡 他B柱是打到我這裡 那他前面還在地上滑耶 他看到你要 哇 過大檔子 擺倒了 那一段 你已經在這裡 你一定沒有你看 所以你當然也沒看 他這樣過 欸 夭壽 你知道嗎 你一想就知道 那個 欸 那個是時空力啊 我們車禍就是時空跟力 三個東西 時間、空間跟力 這三個在運作 你就反著推就會知道 沒有注意看而已 那摩托車呢 就另外一個事件發生 他會掛地 因為他只有兩個輪子嘛 好這樣開 前面有人左轉 哦 煞車 騎一段 那再來呢 就倒了 一直倒了 一直滑滑滑 碰 然後停住 所以你會變成什麼 變成前面還有一個小故事 我現在是這裡 各位看到這個是 這隻叫煞車 那如果還有前面還有一段啊 沒有這是汽車啦 但是我是展現給你說兩次的動作 對摩托車而已 這前面煞車後面滑地 然後才 碰到人家嘛 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V就不會等於零了 像摩托車啊 如果摩托車啊 我看我再畫一個啦 免得汽車你們會覺得 還有可能這樣 摩托車會這樣 這裡會這樣 啊對不起 把它畫完整 摩托車最後 譬如說都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它會這樣 刮痕 然後前面會這樣 所以前面有一個 煞車啊 那後面也有一個這個啊 刮地啊 所以你是即使在物理裡面跟這個一樣只是分兩段啊 是 懂不懂 這是VI嘛 initial 我不知道你開多快啊 可是來到這裡這可能是V1啊 啊 這個V1就是它的V1就倒地了嘛 啊這裡是V1 這裡是VF啊 啊這裡如果是 它在這裡跟人家相撞 然後摩托車又噴來這裡啊 欸這個VF就不是0喔 知道齁 但是多少 我告訴你 50 15 20 差不了多少 等一下也可以看那個數據你就知道了 你把它平方跟別人加起來再去開根號啊 沒什麼差 不要還好太懂 所以你可以假設 假設說 噴啊 那個樣子啊好 假設它撞那個瞬間是15或10 對 如果非常爛你才把它 就是撞得非常的嚴重啊 你才把它夾進那個V可能是40啊 煞 煞車刮地最後還有40 那還開滿快的齁 對不對 對 這樣來想那個 欸就可以算了咧 所以機車啊 有一段是倒地刮痕 那刮痕啊 目前世界的指是這樣 F是0.53到0.65 這個指的是摩托車在柏油上面喔 記得喔 因為我們絕大部分是柏油 有些地方水泥 水泥的指不一樣 比它高一點點 你可以想辦法 網路上可以找到文獻的處置是多少 有有有 ASME吧 還有那個 ASME 對 美國機械工程 協會裡面有 他們都有在做這實驗 那台灣其實 快十年前 中央大學有做過實驗 不過那個數據 不夠reliable 所以我們後來都不談 他們弄了很好的實驗的器材 就是一部小貨車 然後後面拖了一個平板的車 然後他們找了一部摩托車在那邊 貨車開開開開 開到60的時候 他們就把它放開 旁邊有個側速槍 就知道60公里的摩托車這樣 能不能倒下去會滑多遠 反算F 知道 知道 中央大學總不能死 但是因為不是非常 他們不是覺得很comfortable 所以我們一直就沒有在用 所以你會找不到國內的人 照理國論應該要做 為什麼 因為哪外這種摩托車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這種是scooter 肚子是塑膠殼 理論上F是小一點 對不對 當然有時候會那個斜程跟組支架 鐵的會刮地板 刮白白很深 有沒有 那個F就很高 所以應該要找 我台灣應該多時間找一些平均的範圍 我們才能用 可是沒辦法現在沒有 沒有怎麼辦 都會看到0.53到0.65之間 這是目前至少世界上在用的 Motorcycle scratch on ac 就是柏油路面 記得 53到65是機車 倒在柏油路上的刮地 阻力係數 所以你這個兩段的運動 減速運動 你都有F值 物理要拿來用就OK了 OK了 好 那這個是最傳統的 我們很仔細來探討了說 如果是煞車 然後停止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物理裡面的等減速度運動 我可以推估你的速度 好這很好 這是最傳統 ABS出來有點麻煩可能找不到 我們也有點辦法 想辦法可以算 但是 近代更厲害 影像解析度提高 儲存設備容量提升 所以那小小的記憶卡你看 都可以32G 64G 對不對 好厲害啊 所以行車影像普遍存在 那較為早期的是路邊的那個固定的監視器 警察局有裝 交通局也有裝 目的不一樣 為了治安跟交通 那里長或是縣議員 他們有時候會鄰里也會裝 那個為了鄰里安全 類似治安的 這種 但是各位要注意他的影像的品質 那影像品質到底是多少 誰有試過 你影片一來的時候你點那個右鍵吧 你可以知道他是畫面數是多 畫數是多少啊 比如說剛才這一個 這一個 他寫在哪裡啊 這裡嗎 喔在這裡在這裡 你看25個 25FPS 每秒25個畫面 有沒有 剛才那個賓是那個啊 所以你影片拿到的時候你要 要看一下這裡是 那個畫質是 是怎麼個情況 那你要才能來算啊 這個呢 這個是標準的 29 平常講的這是30的那種 這是已經最厲害的了 就是切的最細 你如果是這種啊 你到時候可以拿那個播放軟體來 一頁一頁喔 一頁一頁把它存起來 那我推薦你用的是V VLC 免費的 免費的 我看車後都用這個 軟體 如果這個影片 我可以截取1秒30頁喔 真的喔 它裡面動作很快 可以做 30頁你就可以一頁一頁畫面來看 1秒30面耶 你幾乎什麼都可以算了 好嗎 所以我們要去注意這個畫質 是多少 FPS Frame Per Second 好嗎 剛才那個25啊 29就是這件事 那29已經是最好了 平常我們講的 每秒30個畫面值的就是這個 29點擊 這種寫29是偶爾1秒鐘會有30 大部分都2929 然後偶爾會30 應該29點擊啦 很奇妙 反正電子數位他們的規格就是這樣 一樣 你車載的行車你這樣紀錄 各位車上會裝那個嘛 對不對 像我們今天早上看車禍 就很多有啊 太漂亮了 那一看非常清楚 當事人就不會多爭執了 因為你就眼睜睜看著 哇是這樣嗎 所以連家屬來 他看他還沒什麼特別的話要講 有 他講一樣跟我進來的時候 說的一樣 是什麼 突然開太快了 你看他會有這個意義啊 沒關係他看這個如果有影片 我們 那個角度夠好 其實是可以稍微算 等一下會有個例子啊 各位我們可以來玩一玩 就可以算得出來 可以來試著算啊 你可以懷疑說 他是不是那麼準 沒關係啊 我告訴你 better than nothing 懂嗎 有比沒有好啊 你兩手空空都什麼都沒有 我有啊 你可以怪我這個不是很好 可是我有啊 比你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好啊 懂嗎 在技術上的層面就是這樣啊 這第一階我要有啊 好啊 你可以要再更精細 可以啊 你證據要夠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素材data有 我可以算很準別 不然的話 我能弄到這樣 已經很厲害了 就這樣 已經很不錯了 意思是 更近代更是有這個OBD onboard diagnostic system 隨車電腦診斷系統 事實上它是我們平常那個東西叫做EDR Event Data Recorder 所有這些進口車應該現在都有了 80年開始是那個排氣的問題 美國環保署啊 要求 車子排放啊 他會監控 可以下載 電腦一查就知道 沒想到被胡適搞了一下 但沒有 但他沒辦法每天把你的拿來XR4 那新車是原廠在抽檢 出廠之後他很難這樣檢你 照理一樣 那美國96年起 所有的車子啊 都用這個新式的OBU2的那個接槽 他是規定一個接槽 意思就是說 我這車子啊 拿到 車廠呢 他是可以有一個診斷電腦的插座 一插 就知道我車子 曾經 做了什麼事喔 所以如果出車禍的時候一插 不用拿去車廠 那警察帶來的東西一插就可以下載了 就可以知道你出事之前開多快喔 你有沒有打方向燈喔 你有沒有按喇叭 這這樣吧 這就像飛機的黑盒子啦 只是法規沒有強制 進口車 我所知道澳洲車子都有 都已經幾十年就有了 四十年前就有了 不是現在 只是法規沒規定你不去下載 你沒辦法去下載 不願意推廣而已 那你如果有撞擊的部位啊 有材料的進度 就是說它的剛性係數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裡凹這麼大 這裡凹這麼小 所以你會知道這個比較快那個比較慢 對不對對不對 假電這個都可以的話 那 數量化 材料力學的人 機械圖目人 就可以算給你看了啊 有啊 美國有在算這個啊 這個要 基於有 材料進度係數 那美國的法規車子是有規定有啊 沒部車啊 台灣的車廠有啊 可是因為我們交通部的法規沒有 所以他都不拿出來 拿出來也會不好看啊 因為有點那個數字有點擋功啊 所以反正法律沒規定我就不講了 那車廠一定有 因為設計車子一定有 才知道撞了會變怎樣 因為我們鋼板比較薄啦 做的沒那麼好 所以 如果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 能量轉換跟力學原理啊 材料力學啊 可以推估造成損壞程度的速度 這個東西有一個道具叫做 Deformation Jig 特別要去把它找回來 為了今天 不然 糊弄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欸這個 你看過嗎 看得懂是什麼嗎 這當時一個399塊美金 我沒有買 因為台灣沒有那個進度技術 我買了也沒有 這是兩邊像賽衣架一樣有一個架子 中間有一個橫桿 橫桿有六個洞位置 六個位置有一根一根的可以戳進去 戳進去之後這一根上面有一解一解長度啊 所以你知道每一根是戳多長 知道齁 好 這樣子戳多長又有什麼用 這個是被撞的車子有凹進去啊 他把這個道具再拿去找一部這樣全新的車 旁邊以後我們再戳進去 這樣懂齁 他就知道這部車 在這個面上面取樣等間隔六點凹了多大 那個凹多大叫做Deformation 變形啊 這種東西叫變形加劇 這台灣沒有 本來是第一個要去買好大箱 這個也沒有 這個六點出來 你如果去問那個土木機械系的人 他會算這個喔 他會告訴你這個人事 但是他一句話就問 請問那個材料剛性係數多少 你一刻有材料剛性係數就可以算了 他就可以算多大的力可以搞成這樣啊 這樣各位聽得懂齁 你看 他沒在用 但是你學起來說喔有這一招 對有這一招 他連公司都有 那是物理學的 那有一些車子呢 他有導航設備 這些導航設備不是有車速嗎 對不對 各位的可能就有嘛 我們今天看的時候也有啊 今天早上看車後的時候 不過那個部分要很小心 因為他是從衛星反推過來 你的位置的位移 所以他是有一點點LAG啦 懂嗎 可能零點幾秒或一兩秒 看你的道具啊 所以隨時會有一個延遲的現象 那對我們事故鑑定貢獻不是很大 而且那個的精準度我們也不覺得那麼準 懂嗎 那也許有一兩 時速一兩公里的誤差 那一兩公里的誤差 我們已經不太也覺得不是非常OK的 另外一個他還有一個LAG的事 那還有車隊管理公司各位知道吧 車隊管理公司呢 平常他不會做什麼事 他只有一場管理 你可以設定一個門檻子 我的車隊的同仁司機如果在外面開超過多少 他就會有警響 啵啵啵 然後記錄就會印出紅字 喔 說5月4號下午4點20分 我們的車隊16號那司機小陳 車速曾經開超過112 喔喔喔喔喔 那個電腦一打出來就知道啊 他在戲子哪裡 回來就可以把他叫來一陣訊話 行 那邊車隊管理可以做這樣 他也沒辦法隨時一直監看 那我知道Aroha檔子是 你如果是超速的時候 他們的主機公司的會立刻出現 會立刻出現 他可以做到這樣 這不難啦 你要行動電話嘛對不對 就可以直接傳輸回來 現在有雲端那更是方便可以直接互相 雙方都可以通到那個雲啊 就可以拿到同樣的東西來看 那這個車隊管理公司在做什麼 他是紀錄車輛的行進跟速度 那這種在法院我們看到 都是當作次要的佐證 很難就直接說是什麼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也不太確定那個真實性啊 那我在帳號看過一個車禍是這樣 是人家說他們那個貨車 貨運公司的送貨了 說那車子在哪裡造勢然後逃逸啊 人家提供車號啊 追到那個車子 那公司就把那個 車隊管理公司的資料調出來 說沒有啊 我們公司這部車 當天是走什麼行進 他們運出來啊 我們在法院的卷中 這樣運是在這裡啊 沒在這裡啊 從來沒在你們講的出車後這裡啊 這很妙喔 你看 這個法官是不是要接受 I don't know 當然這個車隊管理公司 大概會被叫來問 來確認說他們那個技術是沒有瑕疵啊 不然的話中間一變造就不見了啊 如果沒有 有可能是有可能 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會看錯車號啦 那或者是他 他從這裡經過 你在這裡看到車禍 然後去追啊 那這裡怎樣做啊 路邊一起不是嗎 喔這台啦 這台剛才好像是這台 就麻煩了 你要去找那個報案人 在哪裡看到 看到什麼啊 那不無可能啊 所以這種我們都認為 只是資料的佐證資料 不是第一手的那種啊 當下立即的速度 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個也幫助不大 那另外還可以間接利用 如果你是一部汽車撞了行人 或者是腳踏車摩托車啊 因為一撞 那個人體會 會拋彈 我們從這個也可以反推 撞的那個瞬間速度多快 這個我們交代也算過好多次 我們是這樣的原理 今天沒有弄那個 這就開始很複雜 所以其實是全套的這種課 去上至少上一個禮拜 五天 或者是十天的 五天的話 目前單價大概950美金 3萬億 學會 學會而已 還有教材 其他都沒有 我們是這樣 是人一打的時候 咻 我們假定這是四十五度 因為四十五度會飛最遠 所以如果在這裡撞 然後呢 人掉在這裡啊 那你這個有個距離啊 這是只有新人啊 而且新人呢 執行要算他的多宅 肚子啊 真的啊 人那個執行真的在肚子 所以你那個身高這個又要算啊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呢 你的地板就變成在這裡了 懂嗎 這個是高度 你如果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跨上去 也是躲宅 是執行點 然後 砰 等一下掉到地上 這裡跟地上不是有個高嗎 高差 所以這個人呢 是掉在這裡啊 你要算這裡啊 因為這裡有個高差啊 好 這個可以算 這物理可以算 四十五度的東西 掉來這裡 如果這裡有一個距離這樣 你就知道這裡是速度多大 這 高射砲啊 這個砲打多 速度多快 才能夠彈這麼遠 懂嗎 欸 這個可以算喔 可以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物體 永遠受到一個這樣的加速度 九點八一每秒每秒公尺 懂嗎 那我們為什麼弄四十五 因為四十五是可以彈最遠的 這樣算回來的時候 就可以算 這個速度至少多少 所以我們算出來是minimum 有啊 我們算過好幾個啊 新人的 桃園的 那個最近還被人家問 問我們怎麼算啊 這算也被你告訴他 我們怎麼算 有一個年輕小弟 摩托車騎超快的 把他一個老輝啊 回歸過馬路 撞的 結果他死了 撞來跑很遠 所以我們就幫他算那個摩托車騎多快啊 因為人這樣 正常這樣走 有路網路車 我其實砰 然後飛到那裡 可以算什麼 算我這個人 人這個物體 我憑什麼會拋那麼遠 假定有一個 有一個什麼地方 弄出去四十五度 攀過去啊 然後回來算 就知道我的速度啊 欸 我如果時速這樣 六十弄出去 請問那個人速度多少 可以讓我這樣 懂嗎 你可以到時候算 當然前一步是那個撞擊啊 現在只是講這一步啊 我們可以這樣算 這樣一算的時候 知道V啊 知道這個V V啊 這裡的V呢 譬如說這個叫V 行人Petition啊 那這裡有一部Motor CycleVM啊 你會變這樣耶 VM乘上這個Motor Cycle啊 加上那個騎士啊 人啊 這是碰撞錢喔 加上這個啊 VP啊 乘上 行人的啊 這個啊 他會等於 這是什麼 撞錢跟撞後啊 這個是撞的瞬間兩個黏在一起 撞之前是 摩托車的速度 不知道啊 摩托車的 車跟人啊 會等於這樣 所以這個速度是多少 就是摩托車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啊 這就是VM的before 這是VM是在跟他撞的時候 的瞬間啊 兩個撞完之後會卡在一起 那瞬間 我就知道他開多快 這個會比這個大一點 他在物理裡面就是這樣算而已 這叫動 撞前跟撞後的速度跟質量的總和 是固定的 好啦 那我們回到最原始點的那個煞車 這個黑的這個 我們有個距離低啊 低啊 距離低 啊 這個物理回家弄 這個是來自於這個 來自於這個 物理裡面有這個 V平方等於2AD A是加速度 這是距離 這個是速度的平方 全部來自於這個 這個怎麼來 你們家看物理 這也不要 我們去上物理了 這很短 其實也不長啊 都是從這裡來啊 那如果是這樣 V是等於多少 V等於這樣啊 A是什麼 A就是FG啊 D就是那個距離啊 問題是這個G是9.81啊 每秒每秒公尺啊 那F是 幾片子啊 那這個我們又是用公尺啊 那這個我們又要用 公里每小時啊 kph啊 所以這樣 李李李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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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m 變成公里km啊 這樣李李勒勒勞 就會變成這樣啦 是這樣來的啊 各位看到那個是 因為這件事啊 知道齁 那個254不是magic number喔 不是 不是變魔術用的 不是不是 你回家去用就知道 3.6啊 然後9.81啊 那邊撐撐撐的一個 變成254了啦 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不是不是 好 這就是單位轉換的 剩下的 常數下 好不好 所以各位要背起來 是更號254FD啊 更號254FD啊 更號254FD啊 這個沒人在背來 很少人背 我們的公式就是更號254FD啊 那你 好啦 D就是那個煞車很多長啊 那F呢 F天下沒事的用0.75 有事的話就是你有能耐已經去測過了 就有 焦大 層大 紅甲都有那個東西 汽車雜誌設也有 測那個地上F值的 任何一部車在任何地點的F值啊 各位如果碰到很重大的車禍 再把臉上 要引起這個議題增值啊 告訴法官這個製造 成大焦大紅甲他們有這個大距 那 可以測這個字 任何車任何利點啊 我們都有辦法測那個給你啊 我們去測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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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最基本的 是 你如果是減速度啦 減 那也可以用加速度啊 加速度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我現在一部車在這裡 然後就 油門踩到一個固定的時候 不動喔 然後 然後 看跑多遠 那個地方速度就是多快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那就等加速度啊 所以那個 加速度那個F值是正的啊 會變這樣 啊 煞車只是反向減速度啦 懂嗎 加速度是負的 只是這樣而已 那萬一有好幾段呢 來了 你看好幾段用這樣 摩托車被我插掉了對不對 摩托車剛才不是有兩段嗎 有哈 剛才摩托車兩段呢 記得啊 兩段你就弄兩段啊 第一段看那個煞車很多長 啊0.75啊 第二段是刮地痕啊 那F要用多少 你第一次用0.53 再算第二個 前面是0.75 後面用0.65 懂嗎 那你算出來 有什麼 有兩個子 對不對 兩個子的意思 你就可以告訴人家說 這部農摩托車應該是 速度借於這兩個子之間 這樣知道齁 我至少有個範圍啦 因為你沒去實驗告訴我 他挖地的F值多少 我也不知道啊 那沒有我就照書上的啊 53到65嘛 這樣懂齁 變特點那天 對啊 樂觀的電視 你就是我厲害啊 對啊 算到這裡已經很厲害了 沒辦法 對啊 啊你不相信多少你要 那我們來實驗啊 花個錢來實驗 我會給你F值 比較精準啊 比較精準啊 也不能講說絕對準啊 但是那個 就我們的經驗跟 學理上那已經超級準了喔 嗯 那個道具超級準 真的 我們都試過了 可以太充足了 那全世界在用很厲害了 好 測速估算啊 這個是最矮的 剛才告訴各位了 這個是用在θ小於10度 也就是不太陡 你如果太陡的時候 這m是用tan 就不是用百分比的 百分比只是在 小於10度之下 那個tan 這個分比的 跟那個percentage 是一樣的啦 欸 但是物理是利用這個縮減的方式 誤差不大來算的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算 啊 7.97也不是magic number 那一樣 那個是一個數學常數 為了那些單位啊 弄一弄 那h是高度喔 它掉下來之後的高度 離地面的高度喔 那d呢 是 是這個i邊 到它掉下來這樣 橫向位移有多遠喔 所以你去算的時候你就知道那部車子當時開不快 當然你車子下去可能會這樣 砰砰砰砰高 但是打下去第一點還準 知道齁 像我剛才表演那個啊 掉下去第一點才準喔 這個都很準喔 這個你真的等一下這樣一弄啊 欸就在那裡 知道它的速度多少 不信你們可以去弄什麼玩意啊 都可以 都沒關係 不管它是什麼 一定準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g就是9.81嘛 騙不了人啊 就是9.81啊 那g決定什麼 g就決定這樣的h 那樣的g要花幾秒 聽懂齁 經過幾秒你可以跑這麼遠 是不是我一開始的定義 我給你幾秒你跑這麼遠 我是不是知道你多快 不要 不要懷疑 這中順 這個是物理很基本的動作 那這裡是給你說 萬一這個有坡度啊 欸這個有上坡有下坡都無喔 啊上下坡會影響它正貨那個m 正貨啊 知道齁 因為你如果下坡就加快它早一點掉啦 懂嗎 所以那速度就沒有那麼快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都可以算 那往更更現代化的 哇這影像來了被暗撞 好看了好看了 現在都還彩色的 喔 酷了 酷了 畫素要夠啊 為什麼 因為速度是單位時間移動的距離 所以你對距離那個畫素如果不清楚 你很難拼碰就是精準的點掉那個位置 你很難量它距離嘛 而且這幾米幾米就影響會很大喔 會會會會會 那我們怎麼算呢 第一個 第一種情況就是固定畫面數量廁所移動的距離 你就把那影片放了 然後我剛才講 不是用VLC嗎 你點一點點一點 這是一秒喔 比如說有25張30張 都沒關係 如果30張每一張就是30分之一秒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齁 這車子這樣 跑去那裡 喔 good 這裡有個參考點 車子在這裡 跑去那裡 總共經過31個畫面 所以是29分之31秒對不對 然後你到現場一量 嗨 喔這是D距離這樣 那T是多少 29分之31秒對不對 這樣一除不是每秒幾公尺嗎 你把它乘3.6就是 喔每小時幾公里了 這樣聽得懂喔 反正最基本的definition 為什麼前面要教你這個 因為你用這個就是那個道理啊 我需要分母的時間 分子的距離嘛 就這樣嘛 時空力嘛 好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固定的參考距離 來算它經過幾個畫 不 我剛才講的那是 這個固定的距離 啊經過幾面 那另外一個是 我的畫面數 我是挑幾個畫面 這30個畫面 然後它跑多少去量那個距離 反正兩個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兩種說法呢 因為齁 我們去錄影的時候 這樣錄回來的時候 任何點你是沒辦法量距離 懂嗎 在畫面上啊 你會不知道 那點在哪裡 那比較具體的就是 好這裡有一個柱子 那裡是顏色變化 所以這個很固定啊 這個你到時候 看了影片 再找人去量 它還是在那裡啊 聽懂齁 那這個畫面數都不同 剛才跟各位說了 你要進去先看它的品質是怎麼樣 來決定齁 然後呢 利用固定參考距離 然後有哪些參考距離 如果不去量可以 有 路上的標線四米 空格六米 四米六米 四米六米 這很好用 旁邊的電桿五十匹五十匹 那高速公路上 旁邊綠綠的那個啊 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 就這樣 這是你人不用去 也可以知道了啦 所以我們就會看過什麼 在路上比如在新埔 那個有車禍 開很快 開很快 那對面逆向出來 車子啊 逆向打燈 沒出車禍 結果他後面跑一個人出來 就撞了 他沿路開開很快 我們知道他怎麼辦 我啊 那怎麼去量 不用去量 他是這樣開的時候 中間不是白線空格 白線空格 白線空格嗎 這一組十公尺嘛 那我們就可以 隨便取他一個 好 兩三秒啊 那看過了幾組嘛 所以你底下就有什麼兩秒 然後過了幾組 一組十公尺 過了幾十公尺啊 這樣聽懂齁 這樣不是有個速度嗎 對啊 那這是一段旗艦 他的平均速度還太多快 那看你要定在哪裡 所以你必須要有這些參考的東西 那我們也曾經碰過這樣 這路邊有一部監視器的車子在路 在內部 那前面他們出車禍 出車禍 那一樣一樣快 那個車子太快 喔 好吧 他比較快 他比較快 所以他在超越人家車子 超越路旁一部車子 路旁一部車子 路旁一部車子多大 你去找就知道了嘛 你是Toyota Camry 我一找就知道啊 四米六十七啊 喔 所以這部在路 這樣聽得懂嗎 旁邊一部 Camry啊 四米六十七 然後你車子開過來 車頭碰到他的 Camry的屁股 到車頭碰到那個 Camry的頭 不是在開過去嗎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想 可以計算說 四點六七米 你經過幾格嘛 幾秒啊 對不對 所以幾秒跑了四點六七米 那是不是知道那部車子 瞬間都快 這樣懂的意思齁 這都可以算了 這都可以算了 住家門 住車走 這我都算過 這我都算過 不要見了 這我們都算過 呃 看很多案子就會有 好處就是 什麼會不會看過 好處就是這個啊 欸 什麼碗糕也會看過 那有些沒有的 他不是固定 那麻煩你去先拿掉 就這樣 好 這裡有練習題了 嗯 我們還有十五分 讚 碰到這個不錯 各位注意看 欸這都典型了 我挑過啊 因為我們有提過很多啊 未來台灣如果有 事故重建師的時候啊 會考這樣類似的題目 正在醞釀中 當然數字會變啦 你不要想成就是這一題啦 各位不是有手機嗎 你只會用到開根號而已啦 這麼簡單欸 你的手機已經夠用了啦 來 大家算一下 時速80公里 開始煞車勤 請問當這個煞車滑了25公尺之後 速度是多少 欸這題很鬼怪對不對 這題不是撞了最後V F等於0欸 這部最後V還有個速度是 不知道多少欸 這樣懂嗎 所以解這種題目通常是這樣 你要把苦畫出來 像我這樣畫 你就不會亂掉了 欸我們 有跟各位說過嘛 我說過美式正規的這種車禍的 訓練 大概 現在啊現在大概 目前在台灣 收訓最多次的是我 我有六張證書 應該是第一名 跑不掉 這樣人大概一兩個兩岸 一字好幾萬啊 當然是政府出錢 不然我也沒辦法 你一定要這樣想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他說多少 過10 然後他煞車 煞了25 然後這個呢 不知道多少 對吧 你一定要把這個畫出來 這樣你就能算了 所以這一段是 減速度運動不是嗎 對啊 所以你知道他的 D是25啊 而且我告訴你F0的7 我已經給你了啊 對不對 來請問這個沒關係 這怎麼算 這個有點詭異 因為剛才我告訴各位的道理 沒有直接明顯告訴你這一題這種平態 對不對 因為剛才最後都是其中有一邊V等於0 V等於0 V等於0 不是常態 雖然是比較多啦 但是不代表都是這樣 因為我剛才說了 有時候 最後撞的時候V是不等於0的 可能10幾 20幾 煞完車之後撞啊 不是停止喔 會 錯誤會這樣 來 誰的答案出來了 舉手 順便要講話喔 不然等一下好幾個舉手 不要等我 連你 舉手順便講話 多少 多少 12.38 12.38 還有誰 不知道我聽兩聲 多少 67 他差那麼多 你們現在是在算什麼 12 跟67 蛤 好像都沒什麼錯 好像都沒什麼錯 還有 還有咧 42.7 多少 42.7 讚 來 打開工你怎麼算 這就是答案 算 各位你怎麼算啊 你不能天上隨便拆一個 點熱點鈴鐺 然後 說我對了 結果不是在買彩券 對 就先用八指去算八指要多少 多少的煞車距離 這樣出來呢 大概在手上 他好厲害 他用這一招 你看啦 老師不把 無音 無音 你看他還可以extend出來這樣 厲害 他用八指如果停到0 應該多少 35吧 蛤 35 35 好 然後呢 如果是這樣啊 然後咧 然後就把25 都掉進去死吧 25後面是死 所以末數 煞車道停還有 十公尺 可以推出 等一下我還是聽不懂啊 你沒講清楚 如果V80煞道停要35米嘛 對不對 這比較簡單嘛 這是點型的啊 還有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這裡 速度是72啊 所以重擊那個點鈴 煞車停的距離還有十公尺 還有十公尺 所以咧 所以剩下重擊那個速度 所以你是用b等於十下去算 對 所以你是這樣 √254 0.72 乘以十喔 是這樣嗎 這樣等於多少 42.76 42.76 這個小塊 數學上應該也是都這樣 正常是這樣算 你有沒有記得前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 所有的總動能 一定是被這個一段一段消耗掉 你不是有這個嗎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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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二 有沒有 有沒有 還記得這個嗎 這個就是從這個啊 這所有的這些減數一級一級耗掉會是這樣 所以這個怎麼算 這樣算了 你現在就八十條了 八十的平方 等於 更好 這個 254A 25 乘以0.72 另外那個速度啊 這不知道多少啊 這不知道 這VF的平方 要重量這樣 一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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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V平方 其實就是V平方 這平方就要拿掉 因為開根 看得懂嗎 這怎麼這麼巧 可以給你這樣剛好 你像這樣 F一樣 啊 F一樣 因為這裡跟F是沒有關係 知道嗎 這裡啊 這裡不管F 這裡是V 多少 這樣 各位 誰幫我乘一下這個是多少 因為你可能數學剛好一樣 這個啊 比平方 對不起 就這樣 V平方等於 這樣啦 這樣啦 V平方 有沒有 按快一點喔 各位 四十二點幾 但是這樣算會跟你算的一樣嗎 四子會一樣嗎 答案好像一樣啊 但是四子是一樣嗎 一樣嗎 詭異喔 有嗎 有人按出來嗎 如果用這樣V的話 蛤 四十二點 對啊 沒有數學上會變成這樣 沒有數學上會變成這樣 V平方的閃面群都一樣 好 這樣有解的各位算第二題 大家來試一下 特別是 特別是監理書的廣告 第二題是什麼 開八十 可是發現前面有人 發現前面有人 所以趕快煞車 適死的時候撞到人 請問撞到人的時候 這個車子噴多久了 噴多長了 欸 欸 趕快呢 在第一條趕快呢 你一定要把它想成這樣啊 八十 啊這 你看喔 這裡已經不知道多少 那我現在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一隻四十 你看 有沒有 你要一定要把它畫成這樣的圖喔 啊這位那位是兩個人 這是intermediate 我只告訴你說 我現在問你這個D多少 你如果會算剛才這個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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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招式 會起來 sumention這個V平方那相等 就可以了 因為動能是跟速度平方成正值的 你中間這些煞車的動作啊 還是最後會累加回來這個V平方 所以它一開始的動能就是這個八十的平方 懂嗎 啊 因為質量不滅 這不是火箭 火箭你打出去一直燒 它那個質量會變 M會變喔 啊這種是不會 來 誰有算出來多少 知道算完就擠手 這都很簡單 這都很簡單 這各位有手機就可以算了 不是很難 有些我們這個 速箱店裡面充電 有些行業有些數學是有點小困 不過通常都沒有很難 來多少 知道了趕快 快 大概11.5 各位 你要哪算 就是 把 一樣用這個式子嘛 然後 就是 八十的平方 再點掉四十的平方 然後再 這個變成四十的平方 對不對 知道啊 這個用 0.6嘛 這不知道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可以算出這個是多少 有沒有 這老招式把它丟進去就好 看好不好 所以你看 我為什麼告訴各位 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一定要把整個運動的流程 要把它列出來 你才不會亂掉 你一列出來 人家問你哪一點 no problem 因為這裡是最快的嘛 所有的總都能在這 那中間這裡 不論怎麼耗耗耗到等於 這些加起來 一定要等於它的 這樣知道嗎 嗯 它就這個原理來的啊 來 現在進入第三 大家算快點 就有 第三個多少 車子開始減速 所以vi initial velocity 是72 然後減速了 開了20之後 車子速度變為多少 這跟剛才那個其實一樣的啦 來 知道了 就舉手講數字 剛才那個是怎麼把它丟進去 放不就得了嘛 這都類似的啦 那這個都故意弄兩節給你喔 如果一節一般 如果煞到停 那更好 254FD不是很單純嗎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會嘛 因為這都只有開根號跟平方 所以你的 智慧型手機都可以串 目前智慧型手機 很多智慧型手機 你還可以載入那個 工程計算機嘛 對不對 很少用 但是有 我知道有些年輕人會放那個 有些人工作上用得到 很少啊 我們其實在這個 事故重建串速度 有時候還會用三條函數 那機會沒有非常的多 有了嗎 有答案了嗎 好 快要出來了 有人要往第四體算也沒關係 第四體這個跟前面也很像 他告訴你說 撞那個數的時候是40啊 OK 25字號變40啊 那原來有多快啊 那原來有多快啊 所以各位會發現 FDFD有沒有 煞車主力係數那個F值會影響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煞多廠 煞多廠其實另外一個意涵就是煞多9啦 那因為我今天的客戶是 速度啊 所以你只是現場去量距離 我不會給你量時間啊 另外一個我們有一個相對會算時間喔 真的啊 需要碼錶會算時間 用T啊 當作變數項 是可以的 那你通常那個型態就是在 影片上 因為影片上你可以抓到T嘛 時間啊 那平常出車後 這個已經出了 你去現場根本沒有T可以抓啊 所以我們都用不著T啊 就是現場的摩痕 刮痕 煞車痕這些啊 這些就是D嘛 對不對 距離啊 來3跟4有答案了嗎 37是哪一題 第2 第3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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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好像比較少哎 應該更大耶 第6 第15 第6 就把它全部放進去右邊那個獅子啊 原來那個寫的那個獅子啊 這都類似,你把那個圖一畫出來 只是那個中介跟最後的那個 值啊,對不對 變化而已嘛 還有F值嘛,對不對 F值我也把你變了啊 我故意變來變去啊 因為你實際上現場去測的時候 真的那個F值是多少,不一定啦 不一定 那其實我還準備了一個,你們講一張沒有 因為這有點長,但是我剛才已經開了 這個是尾巴了 那這個呢,上一期跟上上期 有來上課的有這一張 有這一張 這個膠大會賣你15塊而已 防水的啦,幫我彩色的 好,所以這剛才那個 其實用這個看就知道答案是多少 這這裡是D多少,D如果是30啊 那F0.75 那速度就是76 在這裡 有沒有,因為0.75是第三條啊 這個啊 那底下是煞車距離30啊 那你如果煞車距離是40啊 40的話在這裡啊 這裡是多少,88 有沒有 所以橫走是煞車距離 重走是速度 啊這個就是用根哈254FD來耶 這很簡單 就是為了這個而已啦 好,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我把這個夾出來 各位有什麼問題 這個我們被問了 台中高婚院 那他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發生這件事 底下有圖片各位 這樣 這某一戶人家的這個監視器警察已經撈來了 這個連結車啊 一直開開開開開開 然後呢前面會有一個女士啊 紅燈闖紅燈就把它衝過去了 那紅綠燈你看不到啦 但是因為我們影片前後看很久 然後去問那個交通局知道紅綠燈多長 知道齁 啊你會看到有車子經過 啊有車子停嗎 然後你去切那個周期就知道 哦,他們撞的當下是在屬於哪一格啊 啊知道是摩托車闖紅燈 所以他這個往前開開開開開開開 開開開開開開開 開開開開 這要沒事啊 這要沒事啊 啊開 欸 欸欸 欸欸 哇,在哪裡撞到 沒有啦,在後面撞到 在後面撞到 不然在這裡咧 還在後面 還在後面 還在後面我沒辦法算 因為後面不清楚 那他繼續往前開在這裡 那個紅綠燈在這裡 然後有個摩托車有個女士就這樣騎過去 被他撞了 他現在已經看到煞車往左甩了 他最後停住是左邊有跨到這個槽 撞了就撞死人了 好啦,一樣 一樣 曾子說 噢,你這個開太快了 OK,好,開太快了 我們說有沒有影片 有 有,警察拿這個給我們 那我就 我又帶了一個學生開車去烏 你知道嗎 一日遊 去這裡吧 這裡是多少啊 這裡到這裡四公尺 這裡到這裡六公尺 然後連地上這個人孔蓋 這個蓋子到這一根桿子多長 然後這個人孔蓋到這人孔蓋多長 都盡量地上 反正能量的就把它量了啊 那你不是有一張土到處有距離嗎 那你回來這樣來看就知道 多少格移動多少距離嘛 對不對 每一格是幾秒都知道 那不是回到原來的定義嗎 對不對 單位時間移動的距離 我們就是靠這樣啊 塗髮鏈剛剛都這樣算 但是算裡面有一點小巧的學問 小巧的學問 你看我把這些點都定出來 這幾 0分9秒的時候進入畫面 然後 9秒 又有200毫秒 在哪裡 它這個當時是1秒只有5格 所以1格是200ms 200毫秒 所以我們只能這樣啊 1秒只有5格啊 就把這個位置在哪裡在哪裡 把這個T的點是在這裡位置 那這些位置到底是多遠多遠啊 我在現場就來量 所以就會有ABCDEFGM 都把它寫出來 說哪一個輪子到哪裡 欸這哪一個輪子到哪裡啊 因為很難 永遠都是車頭啊 那哪一個輪子到了哪裡有什麼用 你去查它這部車子啊 就知道這個輪子到這裡的輪子距離多長啊 這個輪子到這裡的輪子距離多長 可以去查 那個車單上都有啊 對啊軸距啊 都知道啊 那跑不掉啊 懂齁 所以你本身自己也要一個參考的點啊 到底哪裡到哪裡啊 因為你如果永遠只抓一個來弄這個 這樣的方向不好算 所以我們就這樣 把那些點這些點 通通拉出來了 拉出來了 拉出來了 我們去告訴他說 好啦 我有這麼多點 靠右前輪花了51秒一格啊 跑了3.2公尺 所以是相當於57 知道齁 然後呢 右前輪從哪裡跑到哪裡 5分之2秒 跑了 5 6米 我想盡辦法能算的這些一直都把它算給他 懂嗎 反正在這裡這些格 當然有點小誤差啦 因為有時候你一輛有時候差了2-30公尺 不要給我 你晉級算 better than nothing 記得啊 想辦法晉級可能 我有辦法跟你算這些一大堆的 這 這部車子在我看得到索機裡面 我這些參考點 我都知道他這個瞬間瞬間多少多少 全部都給你 算這個給你 算你算給你 所以綜合這麼多點啊 欸 我這麼多點這樣的數據 最終有一個overall跟你講說是多少啊 我們說是多少 大概開52.0吧 嗯 已經很準了 因為你開車也不會永遠定數嘛 對不對 所謂你放那個cruise啊 巡航定數啊 不然你腳有時候腳本來就這樣啊 所以我這個點給你這樣 我等一下你會看到判決書啊 那個法官沒辦法 他也生不出這些東西啊 他還電子照抄一變 我都很認真把他算很久欸 我要帶個小弟姐 那邊以日遊去物資欸 開玩笑 欸這財富不太用啊 經常去給你以日遊 你給你看 沒什麼事啊 好嗎 他這些雙方誰是紅燈 誰是綠燈 我們把他講得很清楚啊 我們影片看了很久啊 就告訴他說 喔喔喔 是汪車違反耗製 啊他開多快 被告啊 汽車 我們說這樣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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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啊 是有多快 行人穿內到寬 我們都去量了啦 我們都去量了 然後撞擊的位置 在大貨車的哪裡 這個要看車手的照片 這個用拆的是很難 硬環接觸必有痕跡啊 就這樣 被告是有沒有 我們認為沒有 應該是紅綠燈 好 那如果是這樣 他怎麼說 來了來了 這個是台中地院 就判那個貨車 有沒有 蔡忠祐無罪 欸這公開的喔 這不要懷疑喔 不要想說這個資訊 保護法 我老是把人家名字隨便PO出來 好不好 這公開的 你去查 台中地院一百交數一五七 這就可以印出來 懂嗎 欸這是公開的 法務部有 那個司法院有一個可以查判決書的網頁 你可以去查來看就長這樣 他是公開的 我只是給他下載的 他就講 開大貨車啊 怎樣怎樣怎樣 把人家撞了 撞了 後來雙方的論證是怎樣 那 那檢察官認為他有業務過失致死的罪嫌 然後根據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查 這就是法官的新證 雙方怎麼說怎麼說啊 那是一件事 法官一直查 查說什麼時候在哪裡啊 結果怎麼死掉啊 啊確實是這樣啊 是車禍死掉啊 那浩子是紅綠燈正常啊 那他去問車建會啊 車建會認為這有紅綠燈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OK好 車建會這樣說了 然後他又去找那個副議會吧 好像 所以沒有答案 在這裡有顏色的 然後就把那個財中警察局 跟那個交通局的人找來問啊 問說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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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他們看的監視器啊 根據遠端號制判斷啊 他們覺得會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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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啊 而且你看啊 警察被叫去問了 洪永齡 這我都認識了 洪永齡他還是警大交通系畢業的 所以不是街上的遊民啊 他不會亂講啊 還被人家問從民國94呢 就開始看車禍啊 我這有用啊 你看 智力有用啊 他不會胡扯淡的啊 所以他認為 講一講講講 他說怎樣 應該是綠燈啊 所以他要放錄影帶來看 在法庭上看 也覺得是這樣啊 才轉了綠燈 所以他認為是有人闖紅燈 好吧 那就這樣 那就這樣 這個啊 其實問那個台中縣政府當時啊 可能是九人的時候還是台中縣政府 他們的 號制計畫 也有啊 兜兜兜兜交交交 好啦 這個是認為是被害人闖紅燈啦 已經確定了啊 然後呢 地院的時候 這個是雙方的講法 他們問了一些口供啊 那車監會沒辦法給答案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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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然後再說也應該要給他一點反應距離啊 反應距離應該是多少啊 所以後來法官就覺得 聽到這裡就開始知道 法官新證開始出來啊 覺得人家在開貨車的 然後 這樣最後就判他說 無罪啊 欸 那被害人家屬就不滿意啊 去 台中高婚院上訴啊 上訴喔 上訴 所以上訴的時候來問交道的 所以你就知道 喔 曾子什麼 開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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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高婚院問我們的是什麼 哇 一定要出考題啊 你看 問說 到底誰是什麼燈 這個連結車 開過去的時候 開多快 算在哪裡 啊 這個 連結車司機有沒有過失 他指定問問題 有時候啦 有時候 所以這個我今天要講 所以就拉這個數 很多啦 有沒有很多啦 錄影帶 像這個就是啊 所以那個高婚院的時候啊 高婚院的時候 上訴駁回啊 檢察官去上訴吧 對不對 檢察官上訴 所以還是為止無罪啦 這個案子啊 為止無罪 所以前面一樣 敘述說啊那啊那啊那發生 好 然後無罪 不得 沒有證據不可以 判定人家有罪 好 好 那後面就會引交代 他去問車見會 車見會說 我也沒辦法 這紅線店不知道 好 然後他警察 他就去查 裡面的那些東西 然後問了什麼 這個跟前面的會重疊 叫警察來問這些 他會重誤的說 這很難 十幾個啊 你看 十幾個啊 好 好 那後面他就要對這個速度 就來問 有 就問交代 說這些是什麼 那我們你看 這些幾秒幾秒有用嗎 我們把那影片看了之後啊 然後你看他這個打的都不太對 我們說你看5FPS 每秒5夜 好 那我當時是用GOM吧 差不多啦 沒什麼差 好幾個你們隨便用什麼 那ABC我們去量了 然後呢 幫他算了 有沒有 剛才各位看到的 教導的啊 那個寫成數學士 他們這樣打誰啊 都怪怪的啊 Anyway 他就全部call了一遍 然後認定說 52到60啊 所以法官就相信這個速度 那下一步就是他 要不要決定他有罪啊 無罪啊 啊轉這件事啊 欸 當事人在警察局的時候 也是說五六十啊 還蠻準的啊 對不對 好 嘟嘟嘟嘟嘟嘟 這些啊 有啊有啊 他們各有說法 因為高院還要再去做調查 但是最主要是拿我們那些東西啊 速度 然後有沒有時間可以來反應啊 這裡就要講這個 就要講這個 如果你開五十的時候 應該要幾 欸 車子不會說停 然後就停住吧 對不對 車子說停的時候踩下去 滑滑滑滑滑滑 才停啊 今天就是學這個啊 會有一個低嘛 對不對 欸 他就講這個事啊 說我也不可能 期待每個人都一下子就停止啊 因為你有反應距離跟刹車距離啊 對不對 那法官會去查這些啊 查這些東西 啊這些數字是多少啊 有一些是我們有量的 有告訴他啦 所以他最後就是如 上訴並無理喔 因你不會啦 本來都會講他如那個主文啊 檢察官得上訴 這個案子啊 後來有沒有這樣 好像沒有了